很多观众可能会感到奇怪 越南战争从抗法战争起 就是拜中国为老师 他的老师有多强大 应该是一清二楚 那么他干嘛还要摆着一副挨打的架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中国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呢 原因非常简单 简单到难以置信 他们的勇气来自于自信 谜一样的自信 他们自认为 越南在军事艺术上的智慧 是独特的 是独一无二的 毕竟打败了日本 美国 法国 这种战绩摆在了世界舞台上 他们已经得意忘形到了 忘掉了以上几场战争中 如果没有中国 他们连枪都不够用 如果没有中国顾问 他们可能早就被 还灭在了深山老林中 当然 越南的自信 也来自于他的另一个好大哥 苏联 在与中国决裂后 越南迅速抱上了苏联大腿 1978年11月3号 他俩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从越南手中取得了 县港金兰湾等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苏联将军队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南太平洋 作为回报 苏联和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 除了枪炮坦克外 还有很多连中国都尚未 大规模列装的先进装备 再加上 从南越那缴获的大量美式装备 至今都没有用完 以上这些充足的军备 让越南的拳头有点痒痒 这个时候的越南 就已经有点看不起中国了 他们认为中国刀不锋利马太兽 你拿什么和我斗 就算你中国战术有两把刷子 但几十年的师生关系 你会的我也都会了 所以越南从1975年 就频繁地在中越边境线上挑起争端 并且非法侵占 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 回想1949年 那时共和国刚刚成立 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百废待兴的条件下 依然全力支援着越南的对外战争 再看30年后 越南向自己的昔日的兄弟举起了刀 既然白眼狼已经呲牙裂嘴 那就雕攻射天狼 在我国多次交涉警告吴国后 1978年12月8号 中央军委下令 准备向越南发起自卫还击作战 不同于对应自卫反击战 我军要求的不打过边境线 此战军委要求打过边境线 攻占越南亮山高平老街三省的省会 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 指挥41 42 43 50 54 55军 以及广西军区独立师 负责广西方向作战 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德志负责指挥 第11 13 14军昆明军区独立师 负责云南方向作战 我军准备期间 我国政府再次对越南提出 尊重我国领土 停止做伤害我国主权的一切行为 可还是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 1978年12月25号发表社论 物卫言之不欲 越南的回应是 寸土不失寸土不弃 祖国前线首战必胜 越南国防部要求边境线附近的部队 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牢牢挡在边境线上 并伺机反击到中国境内 2月17号清晨 火光照亮了南疆的天空 在炮火闪耀的地平线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云南广西 两个方向全线出击 刺刀划破空气的斯明 宣告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对越反击战的我军背景有点复杂 从内部环境来讲 那时期的中国军队已经几十年没打过仗 再加之一些小的插曲 导致我军基层的战力 跟建国之初的确存在了一些差距 从外部来讲 越军都是群从抗法抗美战争中杀出来的老油条 另外 此前中越两国二十多年的蜜月期里 越军享有中国高级顾问团进行专业的指导 他们对我军的作战特点和战术了如指掌 而我国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越南会和我国发生战争 因此我军圆越部队 几乎没有收集越南军事方面的情报和信息 也就是说我军对越军的军事部署和防御策略都知之甚少 为了解决情报问题 我军除了组织部队进入越南境内捕捉俘虏外 还向越南驱逐的华侨了解情报 幸运的是 越南的排华政策不但引起了难民潮 还导致了不少越军官兵和退役军人流亡到了中国 他们为我军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情报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 终于大致摸清了中越边境越军的部署 越军在中越边境有三个军区 分别是对着我国云南方向的第二军区 对着我国广西方向的第一军区 以及海岸线附近的第三军区 在东线亮山方向 越三师 越三二七 越三三八 以及地方武装123 196 197 199团 武装公安12团 高平方向是越三四六师 以及地方武装第183 529 567 751 852团 武装公安两个营 广宁方向的是越三二五毕师 地方武装第42步兵团 43步兵团 西线的是越三16 345师 地方武装122 192 193 254 741步兵团 以及武装公安16团 表面上看 越军投入的部队中 只有7个主力步兵师 和18个地方步兵团 大概相当于5个军 兵力似乎只有解放军的一半 但是越军除了这些部队外 还有一种重要的力量 那就是越南的民兵自卫军 据越南国防部记载 1977年 亮山全省民兵有 57868人 建有自卫连65个 占全省人口的14.32% 此时 越南刚刚连续经历了 长达30年的战争 就算普通老百姓 也有一定的战斗经验 全民皆兵 形容越南 毫不夸张 敌情 我情 战场环境 基本介绍完毕 下边介绍 我军部署 对越自卫反击战 一共分为东西两线 四个方向的作战 东西尔亮山方向上 55军向亮山 同登地区的越三师 发起进攻 43军两个师 向停立 陆平方向的 越军 327 338 式进攻 保障55军 侧翼的安全 广西军区独立师 集中强大的兵力火力 从盲街 向广宁省 多路攻击 牵制越军 325B师 东西尔高平方向 广州军区 原计划 采取同亮山方向 一样的 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 多路进攻 但军委考虑到 越南雨季即将来临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争取到最大的战果 决定采用 更具进攻性的 穿插战术 41军突破越军 朔江防线 从通农 查零方向 向省会高平穿插 42军 加强43军 129师 从东侧突破越军边境 攻克 东西 广源 同41军 汇攻 为间高平的 越三四六师 西向 13和14军 以红河为界 分东西两个方向 14军 从东岸 占领省会老街 向孟康县突击 13军 从西岸 占领宝胜 甘唐 两军 共同击溃 越三四五师 随后向沙巴方向发展 进而击溃 越三一六师 为了保证 13 14军作战 11军 从马里坡一线 突破越军 莱州省方线 攻占 封土线 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一枪 亮山方向 开打 1979年 2月17号 早上6点25分 我广西军区 和55军的炮兵 对越南 同登地区的 越军各个要点 展开了铺天盖地的炮轰 在20分钟的时间里 打出了15000多发炮弹 这是我军历史上 最为迅猛的一次 炮火准备之一 这惊人的炮火打击 令越军 至今都记忆犹新 6点40分 55军在炮火掩护下 向同登 板燃地区的越军 展开了进攻 同登是越南 第一军区的主力师 第三师负责防御 越三师身上有几个标签 完美契合了 被我军开刀的属性 他是越南的老字号 王牌军 功勋卓著 且目中无人 甚至连友军 也不放在眼里 考虑到越三师141团 是曾经他们 抗法战争时期 我们顾问团 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 对我军的战术 非常了解 所以我军决定 打强敌 就不能用常理 先以164两个团 阳攻探龙 再突破进去 吸引敌人注意力后 我军主力声东击西 488团和493团 由东西两翼 穿插同登后方 487495团 前行对攻同登 489团大刀弯心 正面强推 492团担任军预备队 另外43军进攻陆平 对亮山东侧形成威胁 使亮山之敌 不敢轻举妄动 他敢动 那43军就给他来个千千杀 2月17号6点40分 炮火准备结束后 491团三营 边打边插不念战 一路上夺取了9个高地 尖敌70余人 切断了炭龙敌人的套路 与此同时 1640各部均完成了突破 把敌人堵在了炭龙城内 越军这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满脑子是 炭龙怎么了的时候 同登传来了激烈的枪声 488团并肩展开三个营 向越军防线展开突击 经过10分钟战斗 在越军武装公安12团的防线上 撕开了口子 GBT一营二连连长软停纯 朝着越军后方猛攻过去 为了保证488团这把弯刀能捅进越军的肉里 尖刀牌的部话机实时汇报部队的位置 然后团属炮兵以地夹200米的距离 在他们前方制造一张不断延伸的火力网 行之半路 碰到固守阵地的越二团 一营和攻兵连 敌人先是挨了我军劈头盖脸的炮击 刚从掩体里钻出来 就被488团的刺刀顶住了喉咙 11点20分 肃清了炭龙村周围高地 与此同时 165师493团经过数个小时的穿插 成功抵达敌后 控制了同灯另一条交通线 至此 165 163师这两只钳子完成了合拢 包好了饺子皮 现在就该吃饺子馅了 489团在两个坦克连的志愿下 向同灯地区发起了攻击 进入越南后 遭到386高地的炮火阻击 489团不畏牺牲 兵分多路冲击助风 几个小时的战斗后 386高地被我军成功收复 同灯要塞暴露在眼前 这里一定要介绍一下同灯要塞 这名义上叫要塞 实则是法国占领时修筑的一座巨型炮台 咱不妨称之为巨炮吧 你认为的法国巨炮长这样 而实际上它长这样 是一个长300米宽100米 外墙最后达3米 由卵石和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半埋平顶大碉堡 其内部还有四通八达的坑道连通外界 489团用85毫米加农炮 火箭筒和无厚作力炮 精准地命中了这个怪物以后 要塞在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 只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小白点 当我489团穿过转角 还没靠近这个大怪物 339高地上的越军阵地 突然猛烈轰击 另有多股越军小兵群 不停地对我军展开反扑 489团不得已撤回被迫 可刚到被迫 又遭到五个暗火力的伏击 瞬间伤亡了30余人 坦克八连 大部分坦克中弹 这里又一次陷入了艰巨的攻坚战 要问为什么这里的敌人这么能打 就简要概述一下他们的历史 越十二团诞生于1947年 代号西山团 取得越南历史上 所谓的抗清英雄阮慧 所建立的西山王朝 在过去的几十年 这支部队在中国顾问团的调教下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王牌主力 另一边487团也不太顺利 他们从镇南关出发后 需要经过一个超过35度的山坡 负责开路的五辆坦克 有两辆直接翻车 另外三辆也抛锚在了路上 而敌人的炮火压制已经过来 我步兵勇猛地超越坦克 在没有近年火力支援的情况下 向敌人发起了强攻 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 连破越军多个据点 控制住了423高地 把镇南关至同灯公路的控制权 握在了我军手中 495团打穿了多个高地 进逼同灯城西 清扫干净了周围的多个山包 战役开始的这数个小时 总结一下的话 我军各部均不算太顺利 但我军坚决完成任务的态度下 各部都成功地抵达了预定位置 完成了战役要求 而此时 越三师二团和141团 正全力营救同灯 在外围的488团三营 靠一己之力挡住了敌人 一整天的进攻 19号 55军下令487团二营进攻高地群 489团进攻同灯要塞 尽快结束战斗 当天下午5点50分 我军又一次发起大规模进攻 但是越军这种壁垒森严的防御体系 配上炮轰不动的法国巨炮 真的很难速战速决 进攻中489团三营七连 遭到339高地 高地群和同灯要塞 三个方向的火力压制 被多路夹击之下 无法前进 向高地群进攻的487团二营 在进攻时也被阻击 二营立即令 尖刀六连继续冲击 排击炮在六连前方 拉起进攻弹幕 帮助步兵压制他们前方敌人 坦克七连迅速支援上去 携同六连一起向前冲 调整战术配合以后 成功夺取高地群中的 123号紫高地 趁着高地群方向的越军 被牵制的时机 489团七连 立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同灯要塞内的越军 用五个碉堡和无数掩体 组成了许多个交叉火网 火力非常的猛烈 尖刀七连三排 多次进攻 没能接近这个大怪物 最终不得不在晚上11点 撤出战斗 在高地群方向上 二营兵分两路 沿着南北两侧 向高地中心对攻 由于我军不坦之间联络 有些不畅 而坦克连杀敌心切 希望帮步兵干掉 更多的敌人据点 减少一些我军的伤亡 所以坦七连干脆脱离步兵 单独向前冲击 他们连破多个敌人据点以后 越军发现了 他们没有步兵这个弱点 于是越军从四面八方 直接冲上来 李德贵连长指挥坦克成员 用机枪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成员周创彪 何国县和连长李德贵 壮烈牺牲 驾驶员许森 头部扶伤昏迷在车内 除了他们的坦克以外 坦七连共损失了 三辆坦克和车组官兵 只有一辆坦克 返回到了出发阵地 二营得知 坦克连为了减少他们的伤亡 导致坦克连 承受了如此之大的伤亡后 战士们咬紧了牙 握紧了枪 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他们顶着敌人密集的扫射 向敌人发起了枪攻 这一幕是悲壮的 同时也是让人无语且凝夜的 因为高地上的月三十七防空连 用的是多年前 我们无偿援助给越南的 十几门六五式三十七毫米高射炮 来自中国的高射炮弹 雨点般地砸向 中国战士们的进攻队形里 要知道 这已经是1979年了 已经不再是单靠意志力 就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年代了 在敌人的弹雨中 487团在凌晨三点宣告暂停进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月三师不断地派兵过来营救 我488团阻击阵地 不断地有人伤亡 20号晚上 我军队同登发起了第三次围攻 然而 由于高地群地形复杂 月军阵地密集 我489团四连进攻时迷了路 闯到了5号6号阵地之间 被月军四面八方的枪弹射击 眼看四连情况危急 20联盟命令五连支援战场 但是五连进入战场后 也遭到了高射炮的攻击 当场伤亡20余人 副连长曾水全被高射炮击中 不幸牺牲 月军看到形势有力 立即出动两个牌反击 企图包围四连 依时间局势凶险万分 好在四连的誓死抵抗下 月军的进攻最终被打退了 看到战场陷入了混乱 1630前指指责同意 二营再撤回来 晚上9点 二营撤出战斗 意味着我军第三次进攻高地群 失败了 面对我军接连的势力 1630咬紧了牙关 就算月军是铁打的 那也要用怒火把它烧化了 1630前指召开作战会议 经过研讨 时不认为 前几次战斗中 我军在一天内几乎同时进攻 两支月军队伍重兵防守的多个阵地 导致我军兵力火力相对分散 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 另外对巨炮阵地构成不熟悉 导致我军没有破阵之法 因此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先去摸清巨炮的结构 然后再逐一攻拔 1630开始四处寻找 熟知炮台结构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平祥是电厂民兵何国安 在13岁时曾经被法国人抓去了修筑炮台 他非常了解炮台内部的情况 得知我军在同灯受阻后 他主动请求参战 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的资料后 1630决定 首先让487团击重兵力攻克同灯要塞 21号早上 1630的大炮 对同灯要塞进行了30分钟的炮火打击 炮火结束后 七连的一排二排 分别从东北和西北两个角展开队形 向着炮台吸血过去 成功躲掉了高地群越军的机枪扫射 489团的战士们冲上去炮 用火箭筒和无耗作力炮 连续炸毁越军的掩体 跳入江湖沟 与越军展开对射和白刃战 似乎意识到同灯炮台上的情况不妙 越二团一营出动两个连前来支援 结果被489团死死地阻击在了外围 要塞内 越军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中午两点 在要塞区指挥战斗的 越十二团四营四十二连连长黄桂南 被我军的一发四零火箭弹炸死了 表面阵地于下午5点30分被全部攻克 越军退入巨炮内部 试图顽抗到底 此时战场上激烈的炮声 将高地群的705号坦克驾驶员许森 在受伤昏迷中惊醒 被惊醒后 由于705车损坏已经无法开动 许森跳出了坦克 进入战伤被抛弃的另一辆坦克 这时几名越军发现了他 越军从炮塔门缝扔入手榴弹将他炸伤 他强忍着伤痛 用左手拉动两根操作杆 与敌人周旋作战 把坦克开回到了阵地 战后许森进一等攻 正当许森进行他惊险万分的冒险时 高地群的487团二营正在准备一雪前尺 20号的进攻失败后 考虑到487团二营 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伤亡过半 163师想将他们换下来 但是487团的战士们表示 宁愿全部打光 也绝对不放弃战斗 这是为了祖国 更是为了战士们的荣誉 因为他们是红衣团 他们是大渡和连 他们是狼牙山武壮士的后备 看到487团依然士气高昂 163师给他们补充了111名新兵 22号晚上6点20分 163师炮兵群 按照最新侦察回来的结果 进行炮火准备 163师这一次的炮击 打得非常精彩 高地群外围大部分越军攻 是军备炸塔 四连成功突破到了高地群防线 准备进攻中心阵地 看到四连战斗顺利 二营迅速将五连投入战斗 命令五连扩大突破口 以便四连向纵身发展 五连连长周元生 带领部队兵分三路 向高地群展开冲击 用手榴弹消灭了高地上 两个三七高手炮火力点 随后指引团排气炮群 轰击高地 与四连一起向越军纵身插去 同时六连沿着一道越军的交通沟 向同灯火车站进行清剿 将越军残部歼灭 并封死了从同灯要塞 通往火车站的地道 在高地上指挥战斗的 越十二团四营二连连长 范玉烟被我军击毙 23号凌晨3点 四八七团二营终于攻克了高地群 在这一战中 四八七团一共击毙越军456人 俘虏两人 缴获21艇轻重机枪和10艇高射机枪 此外还有十门 中国当年援助越南的三七高炮 高地群的血战画上句号时 同灯的激战也迎来了尾声 在民兵合国安的带路下 163师在22号调来了工兵组 用12吨炸药和2吨汽油 对同灯要塞进行了大爆破 将所有的通风口连同要塞 彻底扎塌 把要塞守军闷死在了里边 事后统计 同灯要塞里的越军部队 除了有越十二团四营42连外 还有亮山武装公安十二团 C1C5连200多人 以及数目不详的民兵和其他武装 总共有800多人 最后除了一人被我军俘虏外 其余绝大数都被我军歼灭了 只有六人侥幸逃回到了后方 同灯要塞的越南陶军坐上土飞机后 越军在同灯这一带 基本就可以叫四个黑人抬棺材了 周边战场上 493团于22号拿下了339高地 重创了越十二团六营 494团三营在班庄击溃了十二团五营 堂堂的西山团被解放军 像打地鼠一样暴揍了一遍 三个营轮流挨了一击耳光 而在同灯东边的陆平 战火也正熊熊燃烧着 43军的任务是消灭芝马龙头长条山的越军 进而攻占陆平 撬开亮山东南大门 他们的当面之敌 是越南第一军区指挥的 越338师亮山省123团 武装公安十二团三营 这里要提前说明一下 越南第一军区的司令 谭光中早在越南战争期间 得到过一位来自中国军人的顾问帮扶 而他的这位中国顾问战友 现在是43军127师师长张万年 曾经爱得多深 现在伤就有多痛 43军决定杀鸡用牛刀 以127师攻坚芝马龙头地区 128师师长攻坚540高地 长条山地区之地 127师长张万年兵分两路 379团正面进攻芝马 381团从右翼翻越公墓山 直插龙头侧后给越军来个全包园 16号晚上381团在夜幕的掩护下 翻越了海拔高达1500米的公墓山 插入到了越军侧后方 早上5点 381团三营抵达了公墓山南侧的612高地 高地上的越军此时还在睡大觉 三营的战士们直接架起重击枪 堵死了越军战壕 然后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 炸毁了高地上的越军掩蔽布 就在此时 新战士吴建国在爆破时 被越军从暗处用冲锋枪扫射 全身扒出负伤 这时一名越军军官从掩体里冲出来 吴建国奋不顾身的紧紧抱住了敌人 滚下了悬崖 与敌人同归与尽 壮烈牺牲 战后追授战斗英雄 在三营的猛烈进攻下 越军逐渐放弃了612高地的大部分阵地 然而天公不作美 此时天色渐晚并下起了雨 越军趁机借着熟悉的地形地势 从最后的阵地上溜至大吉 完全放弃了612高地 如果不是这场雨 这些人一个也跑不掉 2月18号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三营九连 奉命支援三营进攻龙头村 九连以四辆坦克为一个编队 配合步兵冲击 按照步兵发出的信号 边行进边火力打击 推进到龙头村时 岳军在村中利用房屋当作掩体 向我军扫射 坦九连在原地集中火力射击 摧毁了该村所有可以作为火力掩护点的建筑物 先投四辆坦克认为前方无敌情 准备进入村中时 连长孔令明命令停止前进 让步兵对村中进行搜索 果然在废墟中击毙了多名 打算埋伏我军坦克的敌人 我军顺利占领龙头村后 向四百高地发起了攻击 高地上的越军利用山洞 垢住了大量的火力点 三营迎面撞上越军的火网 我军步兵被敌人压制 前进受阻 看到这种情况 坦克连再次显身危 先以一二两个牌在山下 用坦克炮射击掩护步兵 然后三排引导步兵冲击四百高地 在步坦协同之下 连续摧毁多个山洞火力点 于下午两点三十分 攻占了四百高地 全间守敌一个连 坦九连没有一辆坦克被击毁 成员无一上网 战后连长孔令明继二等攻 九连继集体二等攻 龙头四百高地攻坚战 被选入装甲兵教材 是我军步坦协同攻坚典型战力 三八腰团向敌后穿插的同时 三七九团也在整整一天的苦战中 十二个高地将越军亮山省军事指挥部的芝麻地区防线 彻底粉碎 越123团团长黎玄芳不得不下令收缩兵力 后退到陆平一线 同时我广西军区独立时 向越南广宁省边境线上的据点 发起了攻击 战前越军利用边境线上的 众多刚好骑在中越边境线上的非法据点 执行清边行动 也就是向我国境内的群众开枪 驱赶华人华侨 由于在清边行动中执行任务出色 位于芒节海山社的209号波亨边防站 还获得了越南内务部的讲旗 广西军区独立时 在第一阶段的任务 就是歼灭边境线上的 贪奔 比劳 波亨之敌 2月17号6点40分 独立时炮兵向边境线炮击了20分钟 三团八连连长李作成 亲自带领二排向波亨边防站冲击 但在边防站前 被越军的铁丝网挡住了去路 多次爆破都没能完全炸毁铁丝网 李作成干脆直接用手 抓住最底下的铁丝网往上拉 通信员王阔陶用工兵铲 蒙砍铁丝网 一顿大力之下出了奇迹 终于扯开了一个缺口 全连随即冲过铁丝网 跳入了越军千豪 12点35分 八连炸毁了越军最后一个掩体 负责指挥的副战长杜世和中尉 被我军当场击毙 战斗胜利结束 全连击毙敌人47名 俘虏4名 缴获825号作力炮两门 40火箭筒三具 各种枪支38支 到2月23号 广西独立时 完全肃清了当面越军的旗线点 至此 亮山方向第一阶段的战斗 完美收官 如果用我军的战术打我军 结果会怎么样 对越自卫反击战最艰苦 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就是碰到了这道难题 下边为大家推演还原 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高屏战役 观众老爷们一直喜欢看的 从敌方感受中国军队压迫感的视角来了 1979年2月17号 粤军前下回传 司令坏事了 探龙被中国军队包围了 还没思考清楚 要不要派兵支援的时候 又传来消息 司令别听他的 我同灯要塞也被进攻了 这儿才是中国的主力 汇总多方情报后 果然同灯是主力 别慌 咱有兵 话音未落 东西 七夕 以及朔江 也同时传来 被中国主力胖揍的消息 这下完了 全线被打 没兵支援不说 你甚至都无法判断 高屏和亮山 到底哪边战事更紧张一些 粤军司令问了一句 朔江防线怎么样 前线回报 还能守 司令说 那还好 把东西附近的水坝给我炸了 高屏难度不大 然后没多久 有从班庄跑回来的人说 你个啥子 难度不大 我们班庄怎么丢了 朔江的兵说 我不造啊 中国军队还被我挡在国境线上呢 通农的兵说 我也不造啊 我们还都睡觉呢 就已经被中国军队团灭了 下边打开我军视角 看看我军是如何完成的 升东击西 神兵天将 上期咱们讲过亮山方向了 这期只讲高屏方向 此战 我军的目的是攻克 越三四六十 以及众多越南地方军 重兵把守的高屏省省会 高屏市 由于这里地形 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 山岳丛林 是绝佳的游击战战场 再加之 越军在过去的几十年战争中 已经得到了来自中国顾问的真传 所以为了尽快攻克高屏 我军决定 东西两把刺刀 单刀直入 大纵身穿插 双向对攻 直取高屏 外围据点 交给二梯队跟进清楚 具体部署为 四十一军在西 四十二军在东 四十一军一梯队 一二一 一二三师 从没隆突破 沿着班历 直插通农 而后兵分两路 一二三师去扣臀 进逼高屏城外 准备主攻 一二一师去班庄 歼灭越八五二团后 迅速建立对外防御阵地 准备围点打员 师主力向着高屏方向进攻 协同一二三师完成总攻 四十二军第一梯队是 一二六师经班翁攻占东西 东西在我军手中 那越南的四号公路的使用权 我军就有一份 军师小白 如果不理解这句话的话 你就把四号公路 想象成一条高速路 我军想要沿着这条高速路去高屏 那就得占领一个能上路的收费站 一二六师就是完成这个任务 那切入口有了 一二四师就紧随其后 从东西进入四号公路 直抵高屏 却和四十一军共同围剪敌人 四十二军为了保障进攻队伍的任务安全 他们也围剪大员了吗 并没有 他把配出给他使用的四十三军 一二九师派出去反向进攻 向东达 向着七西方向猛攻 这边有了开头这么讲的 让越军晕头转向的视角 越军的情报中 东西在挨打 七西也在挨打 东西事关高屏东大门 七西事关同登西大门 而且同登正在被解放军五十五军胖揍 这会儿你分辨得出来 四十二军真正的目的吗 反正我分辨不出来 咱们回到战役部署 在以上第一梯队向纵身穿插的同时 二梯队也同步进入越南 逐次攻克越军基地 清扫第一梯队身后的敌人 四十一军 一二二师三六四团 加强三六五团三营 经小路进入越南 进攻纳良诺至胡志明展览馆一线 三六五团主力 正面进攻朔江 四十二军 一二五师进攻复合线 进攻计划交代完毕 下边进入实战阶段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号 凌晨两点 四十一军 一二一师三六二团 作为我军的开路尖刀 率先摸到了边境县附近的越军阵地 这里的敌人 还在轰呼大吹中 就被抢刀了 岗上发现我军后 迅速开枪导射 双方火力瞬间全开 战斗到早上五点 墨龙以北的外围阵地 被我军全部攻占 攻坚墨龙城区前 尸属炮群对这里进行了 长达半个小时的火力覆盖 敌人躲避炮火轰炸的时间里 我军工兵却钻进了轰炸区 他们和炮兵精确协同 让炮火炸点既能保障他们周围 没有敌人敢出来 又要确保我们自己人不被炸 在一场近乎天衣无缝的协作下 工兵清扫干净了地雷 铁丝网等路障 为我冲锋队伍打开了通道 而后362团二营六连正面进攻 四连五连迂回侧翼 从西侧和东侧发起进攻 越军依靠十强城池 对我军进行阻击 四连尖刀牌伤亡巨大 仅剩最后八个人 依然没能撕开血口 排长身负重伤 有人劝他下去 可他说我的战士牺牲了 我没有完成任务 我凭什么下去 他组织最后八个人 又发起了一次进攻 在一声声怒吼中 硬生生地冲进了嵌嚎 全剑敌人 撕开了西侧突破口 在正面 六连同样被敌人压得无法起身 炮兵连连长王毕秋见状 向营长申请给步兵提供支援 营长担心 乍点距离自己人太近 造成误伤 没有立即同意 王毕秋立下军令状 一定不误伤自己人 一定解决步兵的麻烦 随后他亲自到前线观察 并亲自修订了发射参数 随着排击炮 火箭筒按他的要求发射以后 六连和五连的正面敌人火力点 被精准摧毁 我军无一误伤 早上八点 二阳从四面八方冲进墨龙城 越军全部退守坑道内 打算顽抗到底 四连用炸药 把所有找到的坑道口 全部炸塌 与此同时 六连炮班班长 抄起火箭筒 向着坑道连发八发火箭弹 至此 墨龙所有残敌 被闷死在了坑道里 无一逃跑 攻占墨龙以后 四十一军副军长毛鱼 亲自带领穿插队伍 向敌人纵身 急刑军 当来到通农县市 这里的守敌 完全不知道墨龙的情况 甚至把我军 当成了他们的自己人 在一声声你好中 我军不费吹灰之力 便再战一撑 与此同时 穿插队伍兵分两路 一二三师向寇臀穿插 一二一师向班庄穿插 四十一军穿插队伍 挺进速度之快 简直出乎意料 有多夸张呢 这么说吧 就连他们自己的 军指挥部都难以相信 在他们穿插的时候 军指为了保持联络 派四十一军通信参谋 罗亲堂 带领一个班 去架设前后方的通信线路 可当通信班 按军指给出的时间 抵达预定位置时 发现空空如意 穿插队伍早就向前挺进了 不知道多远了 他们的任务是 架设前后方通信线路 可这前方失踪了 鉴于这种情况 罗亲堂决定 通信班立即驾线 他独自一人往前追 就这样 一把五四手枪 一个人 闯进了危机四伏的山谷密林 为了躲避越军的残兵败将 他只能找没人走过的悬崖峭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探险 终于追上了四十一军大部队 双方把情况互相交代清楚以后 大家劝他先休息 天亮后再回通信班 可是他说 不行 战士们以及后方都在等我的消息 我必须马上回去 然后他又一个人出发了 另一边通信班的战士们 把线路架好以后 一直没等到罗亲堂回来 大家认为凶多吉少 怀着万分悲切的心情 打算上报失踪 这时罗亲堂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开玩笑的说 怎么的 这么不相信我啊 继续讲穿插队伍 经过三十二小时穿插 一二一师全部抵达了班庄地区 击溃了这里的越军 建立了对外大员阵地 师主力占领了寇臀附近的阵地 按之前的战役部署 一二一师主力应该和一二三师 在寇臀会师 准备总攻高屏了 可接连两个意外出现了 第一个一二三师穿插途中 原计划先攻克河安县 再攻占寇臀与一二一会师 但是实际行动中 一二三师在山区迷路了 一直在安乐附近的山沟沟里转圈 最后导致 河安没打成 寇臀也没到 得知此情况后 四十一军下令暂停总攻高屏的计划 一二一师三六一团迅速北上 接应一二三师对安乐发起进攻 第二个更为致命 也是四十一军放弃总攻高屏的主要原因 一二一师的后勤队伍 在运送物资时半路碰到了越军特务 这些特务身着便服 仗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混进了我民工队伍中 随即向我军队伍胡乱扫射 经过拼杀 我后勤队伍虽然打赢了被伏击的战斗 但我军伤亡116人 民工伤亡200余人 物资全部丢失 并且一二一师的后勤路线被彻底掐断 从此刻起 一二一师陷入了断供的局面 这些民工民兵同志们 把仅剩的一些压缩饼干送给了商员吃 还笑嘻嘻地拍着圆滚滚的挂包说 我们还有大餐 饼干你们吃 你可知道 他们这些圆滚滚的挂包里 哪有什么大餐呀 都是一些野菜 树叶 草根 他们把自己的水壶里的水 也全都送给了商员 而他们自己喝的是 行军路上脚印里积攒的污水 这些广西的民工们 与战士并不相识 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 工人 只是普通的父亲 孩子 但在高平生死的28天中 他们和这种军队的英雄一样 都是屹立在南国高山上的丰碑 粤军这种游击队 不仅给西路造成了重大伤亡 在东西也足够恶心 1979年2月17号 42军的126师的任务是攻克东西 然后124师紧随其后 直奔高平 125师进攻复合 任务开始后 126师以坦克为先导 376团搭乘坦克向前机动 378团徒步沿小路迅速跟进 负责开路的是 43军坦克团一迎一连 我军料到了 喀斯特地貌下的公路 肯定不好走 但是没料到 这公路不是不好走 是根本没法走 一边是悬崖 一边是峭壁 更糟糕的是 有一块巨石挡在了路一侧 先头108坦克 小心翼翼的试着开过去 可是路面被常年的雨水冲刷 搞得非常光流 108坦克发生了侧滑 驾驶员全力稳住坦克 一个侧滚 险些坠入了悬崖 趴窝在了越军精心设计的 一个反坦克陷阱里 半个身子掉了进去 整条车队被堵在了路上 如果不能及时脱险 完不成任务不说 越军杀出来 很可能还得全军覆没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指导员林梦珠大胆下令 把108坦克完全推到陷阱里 后边的坦克压着108的履带开过去 这你敢信 坦克给坦克当垫脚实用 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还真就这样 话说回来 越军当然是不信 这种破路 路上还有陷阱 能有坦克开过来 所以他们还在睡梦中 126师已经穿插到了他们后方 抵达了东西外围高地 越军依靠靠松山 山路崎岖山多洞多的优势 布了一个天罗帝王 当他们在这里看到 我军坦克后 先是吓得一惊 而后迅速还击 我军坦克顿时陷入了 四面受敌的劣势之中 林梦珠见状 他立刻带领五辆坦克 采用双号向右 单号向左的开火方式 对敌人进行猛烈压制 趁此机会 376团二营 以小兵群的形式 冲上了山坡 剑洞扔雷喷火 逐动攻坚 挨山青草 将所有的越军 全部歼灭 9点40分 林梦珠指挥着101号坦克 率先冲进了东西城区 比预定的时间 提前了五分钟 这里的敌人 和之前41军 在通农碰到的越军一样 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些是中国的坦克 还以为 这是越南人民军的大家伙来了 这些守军面带微笑 频频地向坦克招手 作为回礼 坦克旋转炮台 把炮口对准了 他们的防御攻势 一声声剧烈的炮击声中 越军眨眼了 然而 就在1260先头部队 占领东西的这个时刻 战局出现了不可控因素 他们一直没有等到后续部队 因为我军昔日的土地 今日的敌人 越南第一军区司令员 谭光中已经下令 将高屏的越三四六十 以及五个地方步兵团 化军为民 化整为零 分散作战 用游击战的形式 与我军周旋 此外还派了越南国防部直述的 2045两个特工营 前来支援 这些特工队 先是炸毁了班王水库 造成了一个长约800米 宽约80米 深1米的泛滥区 阻挡了42军 后续穿插部队的行军 军职立即令 步兵涂射继续向前 工兵二团用木头 在泛滥区抢修一条道路 经过四个小时的折腾 工兵把坦克带出了泥泥带 1240继续将高屏传插时 发现所有的桥梁 都被越军炸毁了 公路上到处都是深坑 他们毫不犹豫地 超越了坦克 向着高屏而去 你认为这些散兵游泳 就这点本事吗 那你可太清敌了 这话就得引出1250了 他们的任务是 进攻复合线 他们多次强攻受阻后 李廷格市长决定亲自带队 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 越南人怎么这么抗揍呢 他带领预备队 三七五团 趁着夜色 徒步向复合线秘密传插 前几次的进攻 越军已经习惯了 我军有坦克 所以这次 步兵的单刀附会 直到黄龙 完全超乎了敌人的预料 大部分敌人 还在睡梦中 就挨了枪子 仅15分钟 便占领了复合线 然后我军扎营还未稳 就遭到了越军的游击队 他们带着大炮打游击 在城外用排击炮 以及单管火箭弹 迅速发射了一串炮弹 我1250师指挥部被击中 当我军追出来以后 这些敌人早就扛着炮 跑没影了 天亮后 三七五团团职 也被敌人用同样的方法袭击 多名团战部受伤 其中包括团长 郑伟 他们就如同大米饭里的一只 无头有虫 伤害性不高 但恶心系数拉满 1250立即命令 两个坦克营 协同三七五团 粉碎这些恶心人的玩意儿 事实证明 这种东西不找还好 你找他他更恶心 他们已经在道路两旁 设好了埋伏 当我坦克亮相以后 敌人从山头上 沿洞中 各个方向向坦克开火 带队的广州军区 独立坦克团团长 朱复军 所成的坦克被火箭弹击中 朱复军不幸牺牲 战前在世事大会上 朱团长向同志们说 在战场上 谁的脚向后转 我的枪是不认人的 如果我的脚向后转 任何人的枪都可以不认我 最终他用自己的生命 履行了军人的誓言 125师被这些苍蝇恶心的心神不宁 广州军区得知后 令54军162师加入战场 攻克复合到东西的交通线后 协同124师进攻高平 22号 124师抵达高平外围 尽管这里没有事先约定好的 41军的两个师 但他们毅然决然地冲进了高平市区 至24号 击溃了首敌 完全占领高平 另一边 126师清扫干净了周边部分阵地 高平的攻克 不仅仅是42军的胜利 也是微如雷卵的41军121师的福音 此时 被掐断后勤线的121师 已经断粮有近一周的时间 不仅缺吃的 还缺少干净的盐水和医药 361团 全团有100多名伤员 但他们只有8只青霉素 很多伤员的伤口 驱虫已经长成了一团 得知高平被攻克后 41军副军长 立刻对121师师长和政委说 我要立刻去高平 向吴副司令员汇报情况 转移伤员是当务之急 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 狮纸人员一听 当即表示反对 因为从扣臀到高平的路线 此时还不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沿线到处都是敌人的游击队 如此行动 简直就是往狼窝里送 不如发个电报详细汇报 但41军副军长流着泪说道 不管有多大的危险 我也要当面向首长汇报 以此证明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话音刚落 师部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一个个男子汉用咳嗽 掩饰着自己的声音 市长为副军长挑选了最好的侦察牌 要试侦察连连长 侦察科参谋随同 万幸一路平安 在高平找到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吴忠 吴副司令立马命令 42军拨出20辆汽车 不顾危险 不畏艰辛 把125师的给养和弹药送给121师 并下令 调38野战医院 带汽车把伤员全部接回国内 2月25号 断粮近一周的121师 终于吃上了自攻克通农以来的 第一顿正餐 讲完核心区战斗 最后插播总共开始时 41军进攻朔江的战斗 那是1979年的2月17号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天 我41军1220364团的任务是 经小路进入越南 进攻纳良诺至胡志明展览馆一线 365团主力正面进攻朔江 当时防守这里的是越南 有着钢铁警卫团支撑的 越3460246团 正面进攻的365团主力 可在进攻时遭了大难 他们发起进攻后 看到前方有很多越军港哨 尖刀队伍毫不犹豫立即火力打击 可结果扫倒一片稻草人 突然意识到 不好有鬼 这就已经遭到了交叉火力的阻击 然而想要还击的时候 却根本看不到越军的位置 原来敌人利用喀斯特地貌 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孤峰上 利用天然的溶洞 构建了以暗火力点为主的防御阵地 明面上的越军 全都是稻草人 四连长孔令华 六连长炼兆康 先后牺牲 面对这种从未碰到过的棘手问题 1220决定 放弃大陆强攻的方法 先拔干净长白山 再一座挨一座的全拔干净 四连提议 如果用常规打法攻坚长白山 伤亡肯定会非常大 所以咱们连夜上山 天亮后从山顶往下打 大家认为这个方法的确可行 夜色中四连三班七名战士 从北侧率先开始翻登 爬着半路 有一块石头从上方滚落下来 刚好砸中新兵郭震坤头部 他也跟着石头跌落到了山下 副班长连忙下山抢救 谢真华班长继续带队向山上走 这时敌人突然扫过来一串子弹 谢真华说 别怕敌人是乱扫的 只见五个人手抠十缝 脚踩绝壁十棱 历经两个多小时 奇迹般的摸索到了山顶 随后构筑阵地 掩护46名战士陆续爬上了山 天亮后四连如同山红一般 由山顶冲了下去 见到山洞 不短三七二十一 先贯手榴弹再说 一天之内 以自身伤亡十四人的代价 打掉了越军八十多个火力点 击毙越军七十二人 缴获十二艇机枪 七具火箭筒 六具美制榴弹炮发射器 战后四连即集体一等攻 受长白山英雄连称号 365团用类似的方法 继续攻克黄土山荣树山 让他们先进攻着 我们来说北侧这一路 364团加强365团三营 进攻纳良诺至胡志明展览馆一线 365团八连多次破拆障碍物 都没能成功 同时自身还承受了非常大的伤亡 剑撞364团七连立即接踢上来 七连七班长黄耀龙带领两名战士 顶着越军的子弹 用爆破筒强行破拆了150米的通道 为全团撕开了突破口 七连长黄建初立即指挥炮兵 对敌人进行压制 他率领两个牌冲上了高地 用炸药连续炸毁多个敌人火力点 成功攻占了纳良诺附近的及格高地 与此同时 365团九连也攻占了胡志明展览馆附近的阵地 时间来到20号凌晨 365团清扫干净了朔江北侧外围的全部敌军 364团得令从东侧强攻朔江县城 在副团长的代令下 364团二营向敌人席卷过去 当行进至城东200米的一个小山村时 越军利用地形宽阔 我军没办法躲避 而他们可以在两侧山上勾住火力点这一优势 居高临下阻击我军 364团六辆坦克当场报废 多次反冲击 但由于作战环境极其不利 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364团不得已退了回来 364团之所以打得如此艰辛 除了刚才说的这段路难以进攻外 还有另一个原因 365团没有同时出击 那365团为什么没有来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来 而是根本没办法接近朔江县城 越军以重兵放在大黑石山上 这里就是一个绝佳的防守位置 我365团进攻朔江的任何动静 都会被这座山上的越军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122时决定再改变战术 以364团分别攻占 朔江县城东南和东北的两座石山 365团夺取大黑石山 控制住三个制高点以后 那时的朔江就如同囊中之物 届时我军只需要探囊取物即可 事实也的确如此 按照新的计划调整进攻以后 我军成功控制了三个制高点 并于1979年2月22号晚上9点 冲入了县城全舰守敌 在我军打扫朔江县城 在越军的仓库中 见到了更为讽刺的一幕 这里存有大量的粮食 粮食麻袋上赫然印着九个字 大米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越反击战第一阶段高屏战役 介绍完毕 1979年2月下旬 对越自卫反击战 经过第一阶段的洗礼以后 我军新兵的水平已经有所上升 尽管如此 为了防止再大的像第一阶段那么艰苦 所以还是做了更保守的准备 号召全国各地25到30岁的复原军人重返前线 这样之下 大量老兵补充到了一线队伍中 而越军这边恰恰相反 他们能打的老兵精兵 基本在第一阶段中被消耗掉了大半部分 所以接下来的你将不断地听到 敌人前线指挥官被我军花式嘎掉的情节 在介绍我军二阶段初级以前 还得先说no作no die的越军 1979年2月23号 中国军队攻破了铜灯龙头以后 越军想起来 曾经在中国顾问那儿学到了一种战术 叫主动防御 所以陆平的越338师 为了防止自己被打 他派越460团367连 翻山越岭来入侵我国板烂地区 一天时间内 向我们打了4000发炮弹 而后大举入侵过来 而此时 这里我军仅有广西边防一团二连 在独自防守 在这关键时刻 宁明县弹飞厂 以复原转业的军人和党员为骨干 组建的民兵排击炮连 临危授命 他们把11348-82排击炮 拿在了越军头上 并配合边防连 把敌人死死地挡在国境线上 我军得知后 立即命令后方担任预备队的五十军 把148师442团和炮兵团派了过去 25号 当我正规军抵达以后 不到一天时间 越军就被赶出了国境 此战 我边防连牺牲5人 负伤14人 民兵牺牲5人 负伤15人 共计击毙越军67人 俘虏1人 与此同时 1610与1480主力 也赶到了亮山方向 归55军指挥 准备开展 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二阶段 43军进攻陆平 55军从同灯探龙两个方向 双向对攻 直取高屏 2月27号早上7点 广州军区五个炮兵团 用300多门85毫米以上的火炮 向着越军全线轰炸 300多门火炮是啥概念呢 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 敌人就是300多门火炮 尽管我军这次轰炸的范围要大很多 但猛烈的炮火 使得越军时至今日 每每弹弹起这次炮击来 还是胆战心惊 当时苏联顾问团团长 奥巴图罗夫大将 正在前线视察 负责陪同他的 越南国防学院副院长 黄丹少将的装甲车 被我军依法入魂 驾驶员 卫兵 秘书当场暴毙 只有黄丹侥幸活了下来 另一辆车上的苏联顾问团长 也被吓坏了 他警告越南第一书记李笋 凭你们现有的部队 是完全没有可能对抗中国军队的 你必须把远在柬埔寨的 越南第二军调回来 赶紧在首都周围 购入最后的防线 李笋听了以后 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乖乖地让越二军 乘坐苏联提供的运输机 回到了河内 好 咱们继续说前线战事 随着我军炮火的结束 488团在左翼 沿着交通线向前推进 1630在右翼向南打 到三个五高地后 兵分两路 494团攻克559高地 恶守敌人同登方向的交通线 493团包抄扣马山后方 防止敌人溜走 而后1630487团 和55军坦克团一二两个连 向着扣马山正面 发起浩浩荡荡的 不坦协同攻击 好嘞 我的作战部署介绍完了 我们的部队打野打完了 就是这么快 六个小时的时间 下午两点 我军已经完成了 对扣马山的合围 488团三营卡在山脚下 七连继续向敌后猛插 夺取了亮山城外的2791地 彻底断绝了亮山 增援扣马山的可能性 487团准备正面吃饺子了 我也想讲详细点 可是我军不给机会啊 487团进攻开始前 军里又集中了八个炮兵营 对扣马山发起了 不充钱盖地的轰炸 而后以递进弹幕的方式 掩护步兵发起了冲锋 岳军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了 守在山上的月二团三营 十连连长 潘巴梦被打死 我军一鼓作气 直接杀入了扎营 在山上的月二团团部 击毙了守卫团部的 月六十一连指导员阮文别 如果不是其团长跑得快 恐怕也要成为我军的战果 这座山的丢失 不但意味着亮山 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他们的大门被我军撬开了 同时还意味着 亮山的月军炮兵丢到了眼睛 因为他们的观察哨 就在这座山上 另一边的164师 把月三师141团的防线 从探龙一路平吹到了 亮山东北城外 五十五军马不停蹄 准备对亮山发起进攻 四八八团派三营穿插底后 抢占亮山城西的过河桥梁 没想到吧 又是四八八团 而且又是三营 而且又是七连 如果你是从同登战役 一路看过来的追剧老伙计 那你肯定知道 五十五军的敌后穿插 一直都是他们 七连领域后 成功地从敌人手中 抢过了大桥的控制权 并配合影主力 坚守了三天 直到我军完全攻占 七雄河以北全部区域 没有一个敌人 从他们的视野下 溜走或者增援 战后四八八团三营 受能攻擅守英雄营 七连受能攻擅守英雄连 回到正体 就在五十五军 紧罗密鼓把亮山 围了个密不透风 准备总攻时 中央军委下令 撤军各部解决完当面之敌后 转入搜尖状态 并于三月五号回撤 五十五军得令后 撤军当面之敌 嗯 当面还有一个亮山市 所以集中了十九个炮兵营 对亮山进行猛烈的炮击 三十分钟内 打出了九千九百一十九发炮弹 随后四八八团 四八九团 四九一团 对亮山市区 齐雄河以北区域发起了攻击 近一天时间 便完成了巷战攻坚 在三月二号早上九点 三团会逝于两山大桥 如果理解不了巷战的难度 建议参考现在的俄乌战争 看看他们一个村镇要争夺多久 在我们准备撤军的时候 越南脑抽般的发布了一条全国新闻 这新闻是啥呢 先不说 先把我军另外几个战线 简要概述一下 1979年2月下旬 我军下令对越南展开 自卫还击第二阶段作战 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 奉命去教育高八岭上的敌人 高八岭是边境县附近 位于越南境内的五个山头 这里可以居高临下 威胁我国仗义地区 独立团领兵后下令 三连正面阳攻 四连游西进攻 撬开敌人外围阵地后 三营在四连突破口 发起真正的进攻 并给三营加强一个五号坐立牌 一个喷火班 一个攻兵班 二营对高八岭西南山头 发起阳攻 在越军的视角里 正面先来了一坨兵 左边来了几个兵 打了一会发现 X的不对 正面这一坨才是几个 左边那几个 怎么突然变成了更大的一坨 2月27号早上7点 独立二团对高八岭 进行了2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 各部开始进攻 一个半小时后 四连传来消息 我不已攻破敌人前沿阵地 残敌向南逃跑 团立即令三营投入战场 八连几耗时半个小时 便攻克了三号阵地 残敌继续向南逃跑 而后三营令八连 继续向四号阵地突击 五号阵地是敌人的指挥部驻地 也就是说 四号阵地的人不能再跑了 你这再往回跑 怕是要挨指挥官一缩子 八连在四号阵地前与敌恶战 三营健壮 令七连迂回过去 攻击五号阵地 七连副连长在三排迂回到西南侧进攻 连主力由西向东打 中午11点 五号高地的战斗打响了 由于地形复杂且有浓雾 没有办法判断方向 所以哪里枪声激烈 大家就向哪里进攻 逐渐的七连各部都偏离了路线 打向了西北侧 挤在了一起 粤军发现我军队形密集 直接用火箭筒和重心枪 自己压制 七连当了非常大不说 还被压得无法抬头 关键时刻 副连长带上三排 果断地脱离战场 以敌人枪声为中心 以左耳方向为内径 围着山头转圈 绕到了敌人后方 可是运动途中 三排一部分兵力被敌人压住了 没有跟上副连长的节奏 而此时 我军截获了一封粤军电报 上面说 他们有两个连被重创 一个连被包围 请求支援 这时 我军如梦初醒 难怪火力这么猛 这里不是战前说的 一个连的敌人 而是一个营的敌人 五号阵地是敌人的营部 团指立即联系七连 告诉他们 千万别再强攻了 可以先暂停进攻 五号阵地 先打外围 就在七连接到撤退命令的 这个时刻 副连长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只带着四个人 到达了五号阵地西南侧 并组成了一个突击组 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一左一右 两挺机枪在前开路 副连长在身后 不断地投掷手榴弹 由于此时 所有的越军都在防御西北 所以副连长他们 如同一把被刺 插进了五号阵地 他们攻入第一道欠毫后 打出了一发信号弹 团指见到这串红光以后 立即命令所有人停止撤退 炮兵立即进行支援 而越军 背着突如其来的惊喜 下的第二道欠毫 竟然说他们弹药不足 请求撤退 你要说西北方向的越军 弹药告急 那还能信 毕竟那边和我军打了很久 你这边一枪都没有开 就说弹药不足了 这是上坟烧报纸 后弄鬼啊 不过杨布他也担心 这些人如果全死在外边 最后就没人保护自己 所以立即同意 让他们撤回来 随着二道防线 王八吃西瓜 滚的滚 爬的爬 敌人的防线被彻底打乱 也就是说 副连长他们五个人 力挽狂瀾 改变了战局 后来我七连主力 重返阵前 对五号阵地发起进攻 九连进攻四号阵地南端 八连继续从北侧强推 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 我军完全攻克 四号五号阵地 并在随后的两天 攻克了六号七号阵地 战后邓明胜 吴和俊 樊安荣 王芳国 丁中辉 五人继一等攻 受高八领 吴勇士称号 其所在的三排 受高八领英雄排 其所在的七连 受高八领英雄连 他们虽然不都是广西级 但这场战斗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广西军训 如此硬核了吧 我们继续说 对岳自卫反击战 与高八领战斗 同时打响的 还有陆平方向 我四十三军 一二七师 一二八师 对敌人发起了进攻 岳一二三团 和岳三二七师 一五五团 被我们打得 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不得不向 挺立的岳三八八师 求援 说让他们过来配合自己 双向对攻 夹击中国军队 岳三三八师说 你想多了 我泥菩萨过疆了 中国的五十军 148师442团 正在进攻我呢 然后 我军毫无疑问地 收复了陆平 也是在这个时刻 我军下令 准备全线撤军 然而 当我们准备点到为止 放他们一马的时候 岳军脑抽般地 发布了一条全国新闻 这下他们算是 彻底激怒了我们 3月2号 越南向全国播报新闻 宣称 他们把中国军队的六个师 在亮山城外 打得落花流水 没有一个中国人 能踏入亮山半步 好家伙 我军一听 咱先不说 落花流水的是谁 请问 难不成 我们站的是个假亮山 既然还要吹牛逼 那不妨把你 最后的一点底气 打成个逼样 同日 广州军区下令 打过齐雄河 占领全部亮山市 并端掉越军南岸区地儿 同时 把留在国内的 最后的预备队 54军161市一步 派出去攻占越南文朗县 不过大家注意啊 这条命令 是广州军区 在3月2号下达的命令 我们中央军委要求 3月5号全面撤离 三天时间攻克一座县城 161时表示压里山大 压里山大怎么办呢 立即赶往前线呀 师储全部火炮 立即对县城进行集袭呀 各部立即投入战斗啊 然后四个小时 文朗被我军全部攻占了 这里出击的速度 以及战果之漂亮 我军从上之下 军出乎意料 战后 军委授予此战主攻的 483团 红军团成号 161时结束文朗战斗后 又挡起了预备队 太猛了 也不爽 这总看着别人打仗立功 自己敢着急 于是161时派482团 支援494团 进攻巴别大桥 482团大战649高地时 干死粤军一个团参谋长 一个营长的故事 就不展开了 因为巴别桥的故事 太震撼了 巴别大桥横跨七穹河 长100米宽8米 是一条能够承载 重型战车通行的军事要道 还有啊 这座桥 是曾经我们圆岳时期 帮他们修的 地基 桥身都非常坚硬 记住这一点 一会儿别问为什么炸不烂 对于这个命门 岳军不惜一切在家死守 防御相当顽强 我494团一应一连 多次进攻 都没能拔掉岳军的桥头堡 反而敌人不断地组织兵力 向我军阵地进行反扑 持续的恶战 岳四团三营十连连长 被打下去两个 指导员打下去三个 我军伤亡同样惨重 一连指导员何西祥壮丽牺牲 一排长身负重伤 一班长代理连长 全连伤亡也已过败 营长想让二连把一连替回来 但是一连的战士们表示 不报此仇 不下战线 营长流着泪 从各连抽出兵力 补充给一连 同时我军决定 不再争夺这座桥 用桥当尔开始炸鱼 只要有岳军赶露头 就进行火力压制 只要不让亮山的敌人 从这里逃走 或者获得增援就可以 亮山城区内 我军向着河队岸发起了进攻 岳军在南岸 布置了一排高射炮 还把十多辆坦克 半埋进土里 充当火力点 而他们土里藏车这一招 也是我国手把手交的 五十五军坦克营 四连连长王庭云 带着九辆坦克 去破敌人障眼法制下的 防御阵地 由于我军装备了激光测距仪 四连的坦克 几乎弹无需发 直接把越军的火炮和坦克 干成了废铁 我四连坦克 无一损伤 人员无一伤狼 我军趁机冲过了骑雄河 仅三个小时便占领了市区 随后把战线一路向南 推出去五公里 三月四号上午十点 1630政治部新闻干事李永安 跟随部队冲进了亮山南市区 当他来到亮山市委大楼前 突然发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景象 他快速按下快门 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攻克亮山 然而象征胜利的 远远不止这一张照片 我军还缴获了一面 印有军区五的越军军旗 亮山被我军完全攻克后 准备按时执行 军委要求的撤军命令 为了防止他们快速反复上来 我们的视角又得拉回到巴比桥 494团担心撤走以后 越军利用这条公路 马上直奔铜灯 威胁我军退路 所以用152加6炮 对着巴比桥一顿猛轰 可桥面上只留下一些 十来公分的小坑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于是494团一营奉命炸桥 当天下午一连在桥头架起了火力 掩护公兵牌行动 可行进至桥头30米时 突然遭到桥南机枪的扫射 公兵牌伤亡十余人 排长牺牲不得不撤回来 晚上七点 公兵三班谭定亮代理指挥 再次带人摸了过去 同时五军多门火炮 对桥南进行压制 他们原计划是从桥面 用绳索塑降下去 然后用100公斤炸药 炸毁桥堆 可不成想 当他们准备绳索时 越军一个突击队 竟然顶着沃军的炮火冲了过来 已经没有时间去炸桥堆了 谭定亮立即点燃炸药包 随着一声巨响 桥面炸穿了一个一米多的大坑 但是坦克依然可以行驶 那就第三炸 3月6号 沃军大部队已经开始往回撤 浮晓时分下起了雨 谭定亮决定利用这个视线不好的机会 他带着400公斤炸药 悄悄地过去了 这回终于把炸药安放在了桥堆上 可是大雨也把导火索打湿了 谭定亮不得不返回阵地拿心的 就在这个时间段 越军也发现了动静 他们突击队慢慢地摸向了大桥边上 我军观察哨也发现了越军的动向 所以对谭定亮说 先别去再想办法 可他坚定地说 不能再拖了 晚一刻就危险万分 二连三派排长陈其海 挺身而出 说我掩护他 俩人带上导火索重新过去了 越军对他俩进行疯狂地扫射 俩人在枪连弹雨中 一边开枪一边下桥 多处扑上不曾放弃任务 为了防止点燃的导火索 再次被雨水浇灭 谭定亮把他切得很短很短 而后点火 俩人纵身跳入了湍急的骑雄河 几秒钟后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 巴别桥一分为二拦腰炸断 我军立即在河中搜救 可只找到了谭定亮 陈其海只能在文字中再次见到他 由于四八九团一连 出色地完成了阻击和断后的任务 战后即集体一等攻 接下来说东线高平方向 第一阶段虽然这边打的艰苦 但第二阶段这边可是接连斩杀boss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1979年2月 我们中国军队对越南高平地区 展开了一次大总身穿插 直取敌人战略城市的战斗 虽然我军成功地完成了战役目的 攻克了高平 但由于穿插过远 越南游戏队向着我们121师的后勤补给线 展开了杀人越货行为 导致121师在前线彻底断供 所以2月24号 广州军区成立了一支 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 亲自带队的交通指挥组 并给后勤线上的每支运送队 至少配备了一个班以上的兵力进行护送 如果是200人以上的运送队 就配备一个连专职护送 并给前线补充了2000多名复员老兵 这样一来 121师瞬间满血满蓝 重回巅峰 并把54军160-162师 50军150师 20军58师 一并投入到了高平战线 然后大家接到了对越南展开第二次进攻的任务 爽文正式开始 41军123师攻克了河安 击溃了越3460师部 以及越851团 其师长黄面山和政委黄月龙 躲在一个山洞内 侥幸躲过了搜捕 被打游击的越45团特攻营所救 不过此时 他的越3460已经彻底崩排 因为42军占领了查岭 并与162师南北对攻广渊 广渊被我军占领 43军129师占领了7席 20军58师占领了越南重庆县 越3460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 东一波西一波 如同其师长的名字一样 遍山都是逃跑的小队 我军迅速转入搜监站 好找的 直接从地洞或者石缝里拉出来 不好找的 我军就控制有力地形 等着伏击出来找食物的越军 越南为了营救这些残兵外将 出动了唯一一个大型运输集团 空军919团 和唯一一个散兵部队 305降落散旅 向着高平山区空投食物和弹药 挺好 此时的越军被我们逼得四处坐舱 根本不敢出来捡补给 那这些东西相当一批送到了我军手中 由于越南人以吃米饭为主 他们不敢生火煮饭 不得不生吃大米 结果奥里给顺着裤腿往下流 最终被迫提着裤子前来投降 当然也饿死了很多 强行出来捡食物被打死的更多 121是363团二营搜教师 在一个山沟沟里碰到八个逃散的越军 经过喊话 有七个饿得摇摇晃晃的走过来投降 只有一个富于顽抗被我军击毙 可刚打死他 就见投降的七个人中 有一男一女开始撕心裂肺的大哭大叫 经过审问得知 被打死的那个人是他俩的爸爸 他是原亮山军事指挥司令 原高平省省长 高平省祖国战线主席 狂平津忠孝 1220搜监时 发现有一个山洞里有人藏着 果断地奖励了一些炸药 洞口瞬间被封死 几天后 当我们的战士扒开洞口 发现一具极其血腥的尸体 他正是死去多日的月二次六团副政委 阮克蒂少校 121是361团在清教时 发现了一个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越军 然后上去送给了他一些压缩饼干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一边吃一边说 我过去经常吃这种压缩饼干 很好吃 已经好几年没吃过了 41军政治部副主任宋子佩反问道 那你过去吃的饼干从哪里来的 他立马垂下头说 都是中国给的 就连我身上的衣服 都是中国捐赠的布做出来的 我们的武器弹药都是中国的 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是啊 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当初我们掏心掏肺 实心实意的对你们好 而你们不但吃了我的心和肺 还要继续吃我们的血和肉 是啊 如果你不是现在饿得发昏了 你应该还会举起你手中的 中国给你们的枪和弹 冲着中国人开枪吧 有的老兄纳闷了 我们这漫山遍野的抓羊 各级之间是怎么联络的呢 那就得请出41军通信参谋罗亲唐了 大家还记得上级作品中 介绍他追穿插部队的故事吧 在我们搜监阶段 他把越军铺设的通信线路 改装成了一条拥有6个通信枢纽 连通前线到师部 再到军部的一条完整链路 战后罗亲唐即一等攻 第二阶段东线战场介绍完毕 这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 我军最严重的一次实力 其带来的影响 可以说远超抗美援朝期间 全军覆没的180时实践 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前纸人员 战后走上了军事法庭 首先声明 以下内容均出自相关权威资料记载 我只交代战场态势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打入了老街高平亮山三省的省会以后 我中央军委下令 全线于3月5号往回撤 这里先明确两个重点 其一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们是大纵身穿插 定点攻坚的战斗 不同于以往我们介绍的其他战场 这儿的战线更像是一个筛子 我们虽然打穿了越南的几个省份 但并没有完全肃清残敌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其二 越南全民皆兵 只要他们想反扑我们 那集结的速度相当惊人 鉴于以上两点 我军在撤退时 要求各部先向敌人进行出击动作 先削弱敌人的反扑势头 然后再交替掩护 有序撤离 这样之下 我军依靠虚虚实实的作战手法 各战线又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 比如说 四十三军主动对敌人发起了进攻 歼灭了越军一千多人 再比如亮山方向 我军并没有对敌人发起进攻 而我们撤军的动作 又恰巧被敌人察觉到了 所以越三三七师决定 果断地抓住这次机会 组织了大量的兵力 向我军屁股追击而来 然后他们就被埋伏在道路两旁 守株待兔的我军 打了个屁股尿流 损失惨重 同样 高屏方向 为了能让一二一师 从插入敌人纵身 百余公里的高屏式安全脱身 所以在全线撤军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支部队 踏出国门 进入越南 成为了异形者 他就是五十军 一五零师 他们配处给四十一军指挥 领导的任务是 从水口直奔高屏 而后 四四八团向西进攻 抵达班庄一带后 二营建立对外的防御阵型 一营三营向北青草参敌 四四九团 最终全线从陌龙平盟方向回国 纵观一五零的路线 这就是从东边杀过去 从西边杀回来 一五零师于三月六号 迈出国境 七号上午 先头四四八团抵达高屏 便开始按计划向西进攻 起初打得很好 各部顺利地抵达了既定位置 意外发生在三月十号晚上 当晚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十四号回撤入境 在选择路线时 副军长关霍明 和一五零师师长刘通生 产生了分歧 一五零师长认为 友军再三提醒 班庄附近并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再加上我们用的地图 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了 所以原路返回 安全地把战士带回国门 就是胜利 可副军长关霍明认为 他们的战果还不够漂亮 如果能在回撤的过程中 再歼灭一些残敌 那是最好不过 所以师长口中的这些敌情 不是危机 而是战机 俩人谁也说服了谁 最后决定向上级请示 广州军区了解情况后 回电 一五零师可以按原路返回 然而 我军出现了第一个bug 机要科的一名参谋 在处理电报时 竟然忘了翻译这封电报 直接销毁了 副军长和师长 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副军长直接以 驻师工作组的名义下令 要求一五零师各团 在现在的位置上 向北回撤 就这样 一五零师兵分多路 一头扎进了这片深山老林中 四四八团二营 行至一道峡谷后 只觉一阵阴风吹来 战士们环顾四周 这里遭遇伏击的话 一定是凶多吉少 转念一想 尖刀班既然已经安全通过了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所以二营走了进去 可他们刚进来 山药上冒出了很多越军 对二营猛烈射击 二营不顾一切 奋力拼杀 终于杀了出来 同时伤亡也非常大 和尖刀兵会合以后 立即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躲起来研究 下一步该怎么办 其实 当时袭击二营的这股越军 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 全都凑在一起看地图 由于地图又是老古董 货不对版 看了半天 没弄清敌人要干嘛不说 甚至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 最后只能把敌情上报给团部 团部得知这一切以后 马上答复二营 你们不要慌 我们立即派大部队回员 然后团长把情况 上报给师部以后 他和师长一致认为 全师所有兵力 向二营方向集结 参与营救 是当务之急 可偏偏这时 我军出现了第二个bug 副军长官护明下令说 四死八团在夸大敌情 严令二营独自继续突围 其余各部按原计划 向着祖国的方向行军 紧接着 迎来了第三个bug 团部不知道是哪环出了错 忘记把没有援军这条消息 通知给二营了 他们白白的浪费了 一个白天的时间 没有任何动作 直到深夜 没有答复 所以大家决定 试着向北走走吧 一夜行军 时间来到12号清晨 二营禁至八倍山谷后 这时营指要求 抢占两侧山头制高点 七余人隐蔽休息 天黑后再继续行军 较为安全 今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的话 这个决定也对也不对 白天隐蔽 夜晚行军 的确是较为常用的 脱离战斗的方法 但当时 他们已经被敌人咬住了 最佳的方案 应该是快速前进 连续转移 甩掉敌人的纠缠 每晚一秒 越军就会集合大量的兵力 过来包围我们 怕什么来什么 中午时分 越军大部队集结而至 对二营完成了全包围 噩梦般的经历开始了 3月12号中午 敌人用猛烈的火力 对我二营进行打击 在没有掩体的峡谷内 我二营伤亡惨重 随营行动的副团长 胡庆忠重担牺牲 副政委不见了踪影 我二营试着对敌人 发起了多次冲击 但都被敌人 用各种火器打了回来 这种冲击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最终 在一片狼藉中 二营被打散了 傍晚时分 二营零星地寻找着 自己的队伍 直到13号天亮 陆陆续续重新聚在一起 约有300人 职位最高的是赢副教导员 仅剩的一部电台 也被打坏了 无法上报情况 于是他们重新任命 各机制会员以后 决定天黑后 向东北突围 他们一边静待天黑 一边努力地修复着电台 就在夜幕逐渐降临之际 第四个bug出现了 他们的电台 奇迹般地修好了 跟团部沟通以后 团旨又告诉他们 原地等待 已经有部队过去支援了 原来一天前团部就放心不下这个二营 尽管副军长否定了 前去营救的计划 但团长还是派距离 二营最近的副参谋长 带领1连8连支援了过去 另一边 配处给41军使用的 150-4449团 450团 遇到了一些被打散的 448团二营的官兵 41军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把12-20-366团 派过去参加营救 哥们儿疑问了 这不是真的有援军吗 怎么能说是bug呢 因为41军派兵增援的同时 给150师发电报问什么情况 官霍明依然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我448团在12日清剿中 有部分人员失散 估计明日黄昏以前不能到齐 略加思索后 他认为这么发有所不妥 所以把失散二字去掉了 41军哪敢截停这种消息 他们马上上报到了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受到电报后 立即追问 48团为什么有部分人员 明日黄昏以前不能到齐 你师和该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官霍明这次没有征询150师的意见 也没有继续深挖448团的处境 而是回复道 我不可于今日回撤 几封电报来来回回以后 别人真的以为没啥大不了 所以366团又取消了营救行动 448团自己的援军就更加倒霉 得到真传的跃军开始了围点打员 我一连八连半途中遭遇了敌人的伏击 八连副连长王立新 带领尖刀一排猛冲硬打 强行通过了山崖口 他们身后的主力被缠住了 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 一连八连被打散了 王立新他们冲出包围圈没多远 再次陷入新的足迹 战斗中 粤军迟迟不能拿下这支队伍 所以他们把刚刚抓来的 八连四号手拎了出来 让他去劝降王立新 王立新听到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来劝降自己 当场军阀处决了他 然后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 全都分给了战友 跟战士们交代 要死我先死 活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然后全排开启了突围 他拿着枪走在队伍的最前边 最终多处扶上 壮烈牺牲 这支四十三人的突击牌 最终只有两名重伤昏迷过去的战士 被粤军侥幸俘虏 王立新追击一等功 两名重伤员容继二等功 有个叫殷涛的通信兵 一直待在副参谋长身边 他们和一连一步 多次试着突围失败后 副参谋长消极代功 他寄托于等待援军的营救 一排长斯福林等一星十九人 认为不能再耗下去 得主动突围 可副参谋长还是不被所动 于是斯福林小队离开了队伍 告别前 一位多年前的战友 劝殷涛一起突围 殷涛说 我的任务是待在副参谋长身边 这是我的纪律 你们走吧 手榴弹留给我一颗 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 突围小队在深山中悄悄潜行 逐渐脱离了战斗 而殷涛这一步 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 入夜后 敌人对他们发起了猛烈的围叫 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跳崖摔死的比比皆是 这些宁死不做俘虏的战士 壮烈牺牲在了异国他乡 殷涛和另外四名战友 侥幸滑下山坡 逃出了敌人的搜查 但很快又被民兵发现了 面对敌人的穷追猛打 殷涛对战友说 你们走 然后他背着电台 掏出那枚手榴弹 高声呼喊着 跑向了相反的方向 他成功的吸引了敌人 追着他猛打 在最后时刻 拉响了手榴弹 连同电台 一同消失在了世界上 有钢铁一般的战士 也有斗志相对薄弱的人 一连制造员冯曾敏 感觉突围无望 他带着身边的一部分兵力 不战而降 也因此战后交换俘虏后 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同样 副参谋长和八连那一部 也几乎是同样的做法 同样的结局 只有八连副连长 带领的内部战士 是保持着战斗姿态牺牲的 大家不要忘了 一连八连是来营救二营的 这些只存在于电报中的援军 又一次让二营余部 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他们的生存空间 又一次被压榨到了极限 我二营在最后时刻下令 各部分散突围 出去一个是一个 他们先是兵分四路 再次被敌人伏击 被打三后 又兵分十余支小队 向着祖国的方向突围 四四八团机枪连 机样员肖家喜 和指导员刘德志等一型七人 只有两支枪 七枚手榴弹 三百二十发子弹 他们靠着直北针 咒服夜出 走小路摸索着回国 饿了吃野菜 渴了喝露水 尽管万分小心 但还是在二十三号凌晨 遇敌了 肖家喜说 分头走 你们回国 我又敌 有缘再见 无缘帮我照顾家里人 没跑出去多远 他被一发子弹 击中了又吞 纵观全局 由于我们迟迟没有援军 投降的小队 又增加了阅军的士气 让他们有足够的胆量 上山清脚 再加之 崇拜乃兵家常事 局部的势力 不能代表全局战场 对越反击战 一场师傅 管教徒弟的战争 这一期 咱们讲最精彩的一战 对越反击战 第一个歼灭战 发生在这里 对越反击战 攻克的第一个越南县城 发生在这里 对越反击战 最为著名的一场阻击战 也是发生在这里 这里有 像我开炮的英雄 也有一万两千人 偷渡红河的奇观 还有穿插队伍 一枪不开 顺利抵达敌后 包围住敌人的事 也发生在这儿 下边开始推演 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一阶段 西夏战场 我军派出三个主力军 外加云南独立师 去教育越南老街方向的 越南部队 特别说一点 此战又是我军精心安排的 正儿八经儿的 师傅大徒弟 先来介绍师傅 我军西夏的主力 十三十四军 这两支部队 某种程度上 可以称之为亲生兄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身 那就是陈庚大将所领导的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 由一支纵队 拆分出两支主力军 这在我军历史上 也是不多见的 十三军的主力三十七师 是我军为数不多的 红军师之一 其前身是红四方面军 第三十一军 抗日战争时期 改编为著名的三八六旅 堪称陈庚手下的第一王牌 十四军的主力四灵师 则是源于山西新军 是薄一波所建立的 决死第一纵队 这两支军队 在陈庚大将的领导下 从中原一路打到了大西南 堪称战功赫赫 再来说徒弟 防守这里的越南第二军区 手里攥着一张王牌 那就是越一七四团 这个团的前身 曾在一九五零年时 开赴我国 在我国境内 接受了我军高级顾问的 系统性训练 而当时负责培训他们的 正是此战 被我军委派过来 打他们的十三军 话说回来 越一七四团的爸爸 越三一六师 是一支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队伍 身上贴满了 抗法抗美的赫赫战功 还有越南国防部 授予的各种称号 勋章的加持 使其在越军内部 一直享受着军宠待遇 哦对了 拜越一七四团所赐 越南还享受了一次 和武昌平起平坐的殊荣 那是我陈庚大将 亲自指挥的 越南打法国的边界战役 此战把陈庚气的说 法国和越南 真是一对绝配的搭档 法国人从未主动冲过风 每次总是摆出一副 等着挨打的架子 越南部队行动之迟缓 动作之不积极 也是没谁了 回到正题 我军的部署为 云南独立师和十一军 进攻风土县 十三军三十八师 进攻巴萨 稍后这里将打出 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一个歼灭战 三十七师在其东侧 向宝胜进攻 协同四灵师占领老街 十四军一字排开三个师 四灵师进攻老街市区 稍后这里将打出一个 向我开炮的通信兵英雄 四十二师 打穿拉敏至班老 这段敌人纵身 控制住三九一高地 把老街与孟康 分割为两个战场 稍后这里将上演 我军尖刀兵 迎面撞上敌人刺刀 然后反杀敌人的情景 注意这里说的脸撞刺刀 是物理意义上的 真的撞上了 四十一师进攻孟康 即发龙 这里即将变魔术般的 我军穿插队伍 一枪没开 顺利抵达敌后 包围住敌人的魔幻时机 同时 这里也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开始以来 占领的第一座敌人县城 除了以上看点以外 本期十三军将在戴南 打出越南战场上 最为著名的一场阻击战 接下来正式进入实战阶段 1979年2月 我军对越南发起了自卫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三十四军的难题是 如何渡过红河 因为越军 在河对岸的高地群上 架设了密集的火力 如果强行渡河 那我军的损失一定非常大 商讨后 十三军决定 最原始的 有时候也是最有效的 所以大家决定 偷渡 16号入夜 从霸撒两侧开始秘密行动 当夜下着倾盆周雨 给这次偷渡 提供了一点小的便利 而越军认为 他们这种铜墙铁壁般的防御攻势 解放军如果不先用炮火炸一遍 肯定没有人敢冒险渡河 所以在他们的阵制里 只要炮声不响 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 十三军在五个小时的时间内 用42只小船 把三个营的兵力 2500余人 悄无声息地运到了越南境内 而后 三十八师113团三连和112团七连 向着敌后传插 分别控制 488和322两个战略高地 卡死敌人的逃路 其余兵力呈善行派开 也就是说 霸撒还在一片祥和的美梦中 就已经被中国军队包围了 早上七点 三十八师师长郭春生 一声令下 炮群对霸撒地区 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轰炸 炮火成地点 多向圆心的方式 配合步兵发起进攻 炮锁50米 兵进50米 首敌是在完全蒙逼的情况下 领了河饭 越军这前沿阵地啥事没有 纵身核心阵地就已经没了 这些对中国战术了如指掌的人 顿时明白了严重性 越军大部分阵地出现了混乱 他跑 我不追 他照样插翅南飞 所有方向都有中国军队的围堵 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 我军便占领了巴萨县城 越军依照熟悉的地形 钻入山中企图四级流走 我军地毯是搜寻了整整一个下午 击毙496人 俘鲁44人 全坚守敌 这一仗被军委称为 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第一个歼灭战 就在这击战的时间内 13军已经把12000多名指战员 通过7个渡口 全部运送到了越南境内 并对敌人发起了进攻 111团二营进攻230高地时 遭到越军爱火力点的攻击 我军一直找不准敌人的具体位置 四连长刘建荣突发气象 他让四号员悄悄地摸到另一个方向 然后朝着230高地吹冲方号 越军冲着四号员方向疯狂压制 二营逮准时机 以小兵群冲上山坡 与敌人打近战 战斗中刘建荣连长不幸重担牺牲 这场意志力的决战中 我军以绝对的态度碾压越军 击毙敌人169个 俘虏17人 二营牺牲12人 受伤56人 占领了230高地 与37师主力向着宝胜县进攻 相较于巴撒地区的饺子 老街的饺子就有点难吃了 四灵师的计划是 避开正面进攻 突破越军小曹村防线 然后一路向南直插到红河沿岸 把老街包成饺子馅 主力进场吃掉他们 16号凌晨3点 188团主力从五条半开始堵江 遭到了小曹村越军的封锁 我军多次炮火压制进行强度 战场一时陷入了僵局 不过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时间段 118的真正目的 是掩护西侧的四连偷渡过去 而后直奔了红河沿岸 当四连过去以后 118团主力发起了真正的强度 所有火力对敌人进行压制 越军也算是个合格的徒弟 他们在炮火下依然全力防御 不过在坚决完成任务的态度面前 我118团越来越多的人渡河成功 冲进了小曹村与敌人搏杀起来 从黑夜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 战斗依然没有完全结束 118团三营七连 在一个高地上连续击退了越军四次反复后 越254团大概摸清了我军炮火的方位 他们精准地躲开了我军的所有炸点 通过炮击死角 来到了距离我军不足200米的地方 并开始集结准备进行集团冲击 这时我三营不化机海水干发现了敌情 千军一发之际 他跳出战壕慢慢地摸了过去 想要把坐标报告给炮兵 可敌人在这个时间内 已经向前运动了几十米 他和敌人已经近在支持 这时他拿起不化机大海向我开炮 敌人一惊 随后打出一发排击炮将它扎倒 几乎同时 更多的我军炮弹从天而降 精盾地落在越军的队形中 当场把敌人炸得彻底崩溃 听好咯 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我炮兵发射炮弹时 有意地躲开了海水干的位置 向敌人方向延伸了几十米 使得海水干没有受到二次伤害 被救回了后方 奇迹般地救活了 战后海水干继一等攻 受英雄不弹员称号 而随着我军主力占领了小曹村 四连也早已切断了敌人的逃路 老街这个饺子意味着下锅了 一路风远残云般地攻克了老街 下边来看离奇的尖刀兵 四十二师从牛皮塘地区突破果境 124团一营沿着341330山棱 向敌后穿插 先卡死拔坡地区的逃路 然后继续向东穿插 迂回到391高地后方 最后与主力汇攻391高地 124团主力 正面进攻拉敏拔坡391高地 打穿敌人纵身 16号晚上暴雨中行动开始了 尖刀124团五连 悄悄地摸到了拉敏林场外围 我军各不散开准备骑袭敌人 由于天色太黑 身手不见五指 副连长张叶带领通讯员朱顺国 亲自下到各班检查准备情况 走着走着 朱顺国的脸突然撞到了一把刺刀上 千军一发之际 他立刻搂火开枪 当场打死了一个巡逻的越军队长和警卫 这声枪响如同信号一样 埋伏在四周的我军队伍 把火箭筒 无后作力炮 排击炮等各种火器 全都打向了敌人营区 眨眼间 拉敏林场 变成了废墟 侥幸没被炸死的越军跑出来后 又和我军发起冲锋的二班三班 撞了个脸对脸 此战 五连以受伤一人的沉重代价 歼灭越军57人 另一边的一营也早已控制住了交通线 而后继续猛插 战斗细节不再赘述了 敌人没有援军 没有逃跑 我军没有失误 一场硬碰硬的战斗 持续到了18号 以124团四面对攻391高地 并完全占领这里 宣告着42师第一阶段的战斗 胜利结束 接下来的故事就越发离谱 1979年对越反击战 14军41师的任务是 进攻孟康县 在孟康东北的发龙 有越军独立营 一个连 一个公安连 两个青年冲锋连 以及大量民兵 共计约600来人 41师把消灭这600人的任务 交给了121团 121团领命后 胸有成竹地把一营派了出去 让他们从东侧越过国境 秘密地穿插到发龙后方 而后团主力从北侧和西侧 对敌人发起围歼之势 1979年2月16号入夜 121团一营的穿插开始了 他们路线上有多个雷场 以及四个寨子 五个民兵班 七个哨所 共计上百号的民兵 然而当我军穿插经过时 这些港哨不是睡着了 就是在换港 全城没有触雷 没有开枪 无一伤亡 安安静静地穿行了十余公里 占领了发龙背后的1307高地 切断了发龙与孟康的联络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就得插播一个小故事 早在1977年 越南政府就对边境线上的村子 开展了清洗行动 强制要求边境线 十公里内的居民必须搬走 只允许正规军民兵留守 他们这一行动 使得本就和越南本体民族 京族 有着非常深的民族矛盾的少数民族 更加不服越南政府 我们顺势对边境线附近的越南人 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和地下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 在我国境内找亲戚 同族 让他们帮助游说 为我们提供一些小小的便利 而121时进攻的这片区域 正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越西北地区 所以我121团团长 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对当地的民兵及地方官员 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及地下工作 表明我军绝不伤害老百姓的态度 绝不发起侵略性战争的立场后 他们同意为我军提供一些小小的便利 纷纷表示 两国开战 保证自己的部下保持中立 并告诉了我们 哪些地方有雷场 哪些地方的地雷 是半埋入土的 我军为了保证他们日后不被报复 在进攻发起前 把行军路线通知了他们 双方不打照面 万一照面了 都低头 谁也看不见对方 就这样 一夜时间 121团一营在越南民兵的房区内 一路绿灯 穿插到了发龙后方 拂晓时分 121团从北和西两个方向 打过了国境线 清扫干净外围高地以后 准备开始吃发龙馅饺饺子 这个饺子的难点在于 它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城镇 地形极其复杂 越军防御攻势 密敌且错综难以发现 你说是巷战吧 它全是山 你说是山吧 它到处都是建筑物 俨然就是我们三地城市 重庆的缩摆 我军几次进攻实力以后 121团决定 不攻了 跟实力借一个122重炮营 再加上团属100毫米排击炮 对这里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 持续的密集的火力覆盖 而后步兵冲了进去 这里已经被炸了个西班来 我军开始搜监工作 至20号下午4点 战斗全部结束 共歼敌470名 俘虏50名 缴获排击炮11门 机枪16艇 步枪冲锋枪454支 最后插一嘴 负责穿插发龙的一营 抵达这里后 其三连一排接到了 从敌人后方发起进攻的任务 一排二班战斗中 与上级失联了 可是他们却遭遇了 一个排的敌人 敌人用机枪 把他们压制在一块巨石后方 全班躲在一块石头后 等下过来一发炮弹 全都得凉凉 关键时刻 副班长杨道伦 根据弹道 大概猜到了敌人的防卫后 他一只手抠着石缝 一只脚蹬在石壁上 另一只脚悬空 向敌人猛扔手榴弹 成功地干掉了敌人机枪 全班得以翻出去时 向敌人展开进攻 在班长的指挥下 歼灭了一个排的敌人 缴获了4400多发子弹 二班伤亡 零战后即集体一等攻 云南军区授予猛虎班称号 与发龙同时进攻的 四十一师主力 对孟康县的战斗也开始了 123团四连 122团一营二营 从东侧和西南两个方向 向着孟康绕后 和其他战场一样 一夜时间这里被全包围了 我军先是发射了 铺天盖地的炮火 而后正面 后侧同时发起进攻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我军全歼孟康地区敌人 这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所有战线 第一个被我军占领的县城 此战还击毙越军 武装公安十六团三营 十一连连长五大会中尉 随着上述 我军多点突破老街防线 并攻克了老街省省会老街市 越南要求 风土县的越三一六市火速支援老街 然而此时的风土比老街抢不到哪里去 十一军已经从北和西两个方向 攻破了马里坡之船头地区 并拿下了巴沙山口 以重兵进逼风土县城 现在摆在越军头上的 不是弃足保居的事了 而是你得弃居保足 因为老街后边有个叫甘塘的地方 这里是越南产出林矿的重要基地 越南的经济中 出口林矿占比非常大 如果这里丢了 对越南的经济打击 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尽管十一军 如同一把立斧悬在了风土头上 但越南第二军区参谋长 兼三一六市市长阮海平大校 反复权衡之下 最终还是决定 派施主力增援老街 2月19号 越三一六市市部 一四八一七四团 以及一八七炮兵团 开网了老街 只留下九十八团 独自防守 阮海平的这个决定 可以说是非常及时 当他们的先头部队 越一四八团 四营六营 占领带奶地区时 我军还在赶来的路上 为了防止越军 带奶和甘唐的部队会师 对已经被我军占领的老街 发起大反扑 所以这里即将打响 对越反击战中 最为著名的一场 阻击战 带奶阻击战 正式开始 1979年 对越反击战打响以后 我十三十四军 攻破了越南老街防线 并一举占领了 边界线上的多个城市 越南调集两个师的主力 想要从带奶和甘唐 两个方向 夹击老街城区 我十三军三十九师 此时也正向着带奶方向 全面推进 为了阻止敌人的反击意图 三十九师派116团 二营加速向前 前出至带奶北侧 抢占351至463线制高点 阻击敌人 二营四连 作为尖刀连率先开进 负责抢占351高地 六连紧随其后 抢占463高地 五连担任预备队 半路碰到了几名女性越军 他们见到我军后 直接开始脱衣服耍流氓 这一招 女性越军士一招先吃变天 和法国打 他们用 和美国打 他们也用 现在和中国打 他们还在用 以前和法国美国打 这招用来保命 现在在中国面前用 他们发现 不光能保命 有时候还能保自由 因为中国军队纪律严明 不准对女人动手动脚 所以他们这一服一脱 我们补服都无从下手 好了 花边新闻说完了 回归正题 这几个女性越军呢 最后还是被抓了 甚至还光着身子 帮我们扛排气炮 至于过程嘛 我们肯定是合规合理的 这回真的说完了 之后 六连边行军 边做战斗安排 当他们抵达 463高地时 发现这里 竟然没被越军占领 各部开始展开队形 布置阵地 同时还发现 463高地的正南 还有一个小高地 保险起见 连长命令 一排长谢志希 带人清扫一下 那边的高地 谢排长观察了一下地势 无名高地 比463高地 还高出来十几米 而且相较于463 无名高地 也更靠近公路 所以他认为 那里大概率有敌人埋伏 他对战士们交代 等一下 二班在左 三班在右 慢慢地摸过去 一班和重机枪 跟着我 咱们正面上 各部向前运动途中 突然 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排迅速停下 趴在原地寻找敌人 而敌人也停止了开火 排长意识到 这是碰到老油条了 他用手势通知各班 匍匐 悄悄散开 尽量不发出声响 尽管大家小心翼翼 但是在热带丛林中挪地方 想绝对的不打草惊蛇 是不可能的 敌人看到有草洞 就是一串手的弹 外加一串子的弹 这里激烈的枪声 让连长预感不妙 他站在463高地大海 谢志熙什么情况 谢志熙让通信兵向我报告 谢排长回忆录中写道 杨连长啊 你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我能答应你吗 但是他非常理解 连长爱兵如此的心情 这下越军彻底肯定 近点一定有中国军人了 于是扔出来一串燃烧弹 在一排前方燃起了熊熊大火 再次危急关头 只见几个身影冲进了火海 谢排长说 那是我的三班长 他带着两名老兵 冲进了敌人的枪林大雨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谢排长先是心中一震 然后根本来不及心痛 赶紧招呼大家冲上去 但是冲锋却失败了 因为大家站起身来 根本看不见哪里有敌人 敌人的伪装做得非常好 一排不得不找机会撤了回来 回来后 一排长和连长 在我军前沿阵地上交代敌情 这时一发排击炮打了过来 只听连长说 哎呦我糟了 连长复伤 上报营部以后 营长命令 连长撤下来养伤 一排长代理连长 营排击炮支援一排二排 对无兵高地发起进攻 经过一轮密集的轰炸后 四连冲了过去 尽管越军阵地 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 但他们依然在阻击我军 战斗中 一排二班长肩膀大腿捉出受伤 战事中也有多人被子弹击中 如果好在 最后总算攻占了这里 打扫战场 只发现了七具敌人尸体 其余的已经靠伪装 溜下了山 控制住战略要地以后 天色已经彻底变黑 我军决定 趁夜不知阻击阵地 工兵去阵地外围 买定向地雷 可刚埋了没多久 就听一声爆炸声中 伴随着越军的鬼哭狼嚎 我工兵定惊望去 越三一六时的一个夜袭小队 摸了上来 有十来个在雷场鬼哭狼嚎 还有另外一些 从两个方向对他们开枪 工兵组瞬间一死一伤 而越军也毫不畏惧继续出雷 向工兵组包围过来 工兵班长李水波 当即拉响爆炸桶 冲到了敌人面前 与敌人同归于尽 阵地上的二连 随即向越军开火 这才救下了负伤的工兵 偷袭小队回去后 越军组织了一个122重炮营 和一个85加农炮营 还有一个120毫米排挤炮连 对我军阵地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轰炸 浮小5点半 越148团6营 对我军发起了一次集团重逢 不巧的是 这个时间段 我军阵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bug 117团2连来了 2连说 他们团长让他们来接防阵地 而在阵地上的116团6连 认为不应该啊 这么重要的战斗 6连伤亡还不大 也没有犯错误 不该中途被换下去啊 于是谢芝希代连长 给营长打电话 问什么情况 营长说 不用管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就死守到底 他们可能是上级派过来支援的 就在117团2连 一直在和116团6连 交涉的时间内 敌人扒起了进攻 由于我军注意力不够集中 导致敌人偷袭得逞 117团2连 损失了一门 无后作力炮 一挺重击枪 二连长立即呼叫炮兵 对着越军人堆 疯狂轰炸 而后两个连 一起打碎了敌人 两次轮番进攻 这才缓解了阵地危机 越军眼看攻不上来 便再呼叫了炮兵轰炸我们 二连长林显木 不幸重弹牺牲 炮击结束后 越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 与此同时 越148四营 向着六连的无名高地 集团冲锋 他们以小兵群 四散在山坡上 呈冲锋波形态顶上来 一度压近到了 距离我军阵地 仅有几十米的地方 一班副班长 吴士文带领战斗组 一口气打完七个弹架 枪管打得通红 子弹也见了底 但敌人的攻势没有减弱 二班机枪手徐泽贵健壮 干脆跳出掩体 朝着越军跑了过去 一时间越军也懵逼了 你是谁 你要去哪 你要干嘛 只见他跑到越军面前 从越军手中夺过一挺 我国生产的机枪 对着敌人 突突突突突突 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跳回到了欠豪中 不得不说 这画面实打实地拍 都得喷他是神剧 回到正题 我军的危局依然没有解除 关键时刻 六连代连长谢正希推算出了 越军排击炮 以及出发阵地的大批方位 他呼叫师储 两个122中炮营 按照Target的坐标进行速射 果然随着爆炸声的传来 越军的炮火消停了 他们的后续冲锋波也停止了 趁着越军暂停进攻的空单 我军连忙向六连阵地 补充了一些兵力 早上7点25分 越军又接连发起了多次进攻 我军打退一次 他们很快便组织兵力 再来一次 有时候进攻的间隔 还不到十分钟 后来敌人悄悄地 从侧翼迂回了上来 六连立即命令预备队 七班投入战场 赌击侧翼缺口 正面之上 神剧主演徐泽贵 终没有主角光环 他被敌人扔过来一枚手指弹 正中头部光荣牺牲 一班副班长无视闻见状 跳出欠豪 端着机枪向越军反冲击 在密集的子弹中 壮烈牺牲 火器排长梁应贤 命令60炮 把炮口对准天上 近乎以垂直地面的角度发射 炮弹飞上天空后 砸在了近点的越军头上 血腥的战斗 双方都杀红了眼 这波进攻还没有彻底结束 越军又集结了一波兵力 顶了上来 战斗到上午8点50分 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后 战场稍微安静了 可二连和六连都已经伤亡过半 116团将一连二排和四连二排 补充了上去 短短数个小时 二连已经伤亡了两任连长 9点42分 越军以300发炮弹开路 发起了第九次进攻 二连第三任连长李玉明 和六连代连长谢芝希的指挥下 敌人再次被击退 10点04分 越军第十次进攻 39师把122重炮 85加农炮 再到排击炮等所有火力 全部上任 对越军阵地 以及越军进攻路线 进行了多次间歇的火力覆盖 终于 越军的第十次进攻 在我军的炮火中土崩瓦解 越148团在六个小时的时间内 发起了十次进攻 在一次次头破血流后 终于筋疲力竭 在11点半和12点半 又发起了两次连级冲锋后 越军越发疲软 被打成了空血条 从下午开始 越军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进攻 只能以三两个兵洗澡为主 战后 116团六连 即集体一等攻 军委兽能守善攻 英雄年称号 就在39师 带乃主席战打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十三军 37师和38师 集合了七个炮兵群 向甘塘的越军 发射了炮弹 6200多发 将越345师 190炮兵团 直接干费在了行军路上 随后 3738向着甘塘 发起了进攻 仅一个小时便撕开了防线 越军王牌 345师 两天内 被我十三军彻底打烂 其师长梅荣兰 带着师部 逃离了甘塘 25号上午 十三军占领甘塘 越南工业 经济重镇 被我军攻克 1979年2月25号 对越反击战西线战场上 我们中国军队 攻克了老街 甘塘一带后 防守这里的 越345师 被打成了一团降火 再也组织不起来 成规模的反扑 而从风土县 支援过来的越316师 也在带奶 被我军阻击后 承受了非常大的伤亡 之后 归缩在沙巴县附近 不敢妄动 不过 我们并没有打算 就此饶过他们 昆明军区 再次对前线作战的 十一 十三 十四军 进行了加强 并下令继续向越南纵身发展 149师 作为进攻沙巴的先头部队 率先向前挺进 为了攻克沙巴 149的计划是 47团从西侧穿插 切断黄连山亚口 堵住敌人逃路 446团 沿着公路 正面进攻沙巴县 11军 32师 95团 二营 沿左翼青草山区 保障446团 左翼的安全 各营配备一部 15瓦 首摇电台 一个有线班 一部2瓦电台 2月25号 各部出发了 一开始还算顺利 偶尔出来几个散兵游泳 袭绕我们 都被歼灭了 但很快 问题出现了 长期驻扎在四川的149师 首次进入亚热带 执行任务 很多人由于水土不服 出现状况 白天热的 中暑一大批 晚上又没有及时增衣 导致着凉感冒 还没开打 就出现了非战斗检员 149师立即抢送了 大量清凉油 人丹等药品 集掉西红柿 萝卜 水果罐头 作为行军部级 并下令 26号白天 先暂缓行动 原地修正 也仅仅修正了一个白天 入夜后 便再次开始了 敌后穿插的行动 447团 半途遭遇了 敌人的警戒部队 尽管我们的战士 被中暑折磨得 头痛欲裂 但还是在 6个小时时间内 连破越军 6个山头 一举击溃了 所有守敌 相较于 447团的山地遭遇战 446团的情况 就胶着太多了 他们需要先接管 117团的阵地 然后再继续 向敌人方向 发起进攻 在后方 117团向446团 介绍阵地情况时 117团 错把3号桥 标成了4号桥 而实际情况是 4号桥在敌人手中 3号桥在我军手中 阴差阳错之下 446团二营 作为尖刀营 向着4号桥开进 他们身后紧跟着 446团副团长柯志祥 副政委马文科 等团部机关人员 五连是二营的尖刀连 28号凌晨2点25分 五连行至4号桥附近时 突然从一间破旧的小屋中 钻出来三个人 尖刀兵喝止他别动 可对方反而一边大喊 快跑 一边加快了脚程 我军断定 这是敌人的侦察兵 迅速开火 可还是晚了一步 干掉一个 跑掉两个 几乎同时 附近几个山头上 打出了多枚照明弹 我军暴露在亮光之下 一瞬间 附近的山头上 骑射过来子弹 我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搞得伤亡非常大 电台全部被打坏了 各部之间 全都失去了联络 越军选的这个伏击点 非常刁钻 公路在这里 有连续几个大拐弯 周围的几个制高点 可以非常好地 砍制这个拐弯 特别是北侧的1200高地 有三条山腿 越316时 174团一营和148团加强连 一仗地形修建了五个阵地 在阵地上挖了A字形战壕 战壕还镶嵌了原木内壁和顶棚 他们只有射击孔露在外边 我们的手雷 步枪 几乎无法对他们造成上网 越174团 就是被我陈更大将 直接指挥过的 打赢了法国的那个部队 就在二营三面受敌之时 营指挥所同样也在遭受着敌人的激活 我军出现了一个bug 营长失踪了 要说这个二营 那可不是一般的部队 大家还记得我讲的1962年 对应自卫反击战的克洁朗战役吗 藏自419部队 全间入侵枪等的印军 那支我军部队 就是现在的这个二营 他们在四号桥遭遇伏击以后 尽管各部没有联络 都在各自为战 但却打出了一场 天衣无缝的配合 当时走在最前边的是五连 连长命令 大部队冲着三号阵地向上攻击 一排进攻一号阵地 因为他估计到 后边的友军 一定会从正面进攻一号阵地 他可以与友军协同夹击 果然 他们后边的四连 连长命令一排进攻一号阵地 二排沿山沟迂回一号侧翼 并组织八班和排击炮班 就地建立火力阵地 掩护队伍向上冲 全营走在最后边的六连 听到前方枪声激烈 他意识到 坏了肯定是被包饺子了 他立即让全连迅速展开 一排进攻二号高地 他带领其余人 从二号高地山沟包抄侧翼 看看这阵型 你说没人指挥 是靠信任和经验各不自觉完成的 估计除了我们 没人会信 战场上六连长唐一复 带领连主力在山沟迂回时 遭遇了扛炮打游击的越南军队 排击炮弹不断在六连附近爆炸 三排齐班副班长齐克高 点名了三个战士 说道 妈的 走 跟我干掉他们去 可就在接近越军的时候 他们被敌人发现了 敌人立即阻击 副班长战斗组伤亡三个 这下更气坏了副班长 他眼珠子一瞪 几个剑步冲到越军面前 从他们手里夺过一艇机枪 一阵扫射 一威六将敌人全部打死在了掩体内 缴获825号队炮 60炮各营门 冲锋枪三只 炮弹五箱 手榴弹六枚 战后成都军驱兽 战斗英雄称号 这里棋战的时候 跟在二营后边挺进的副团长柯志祥 副政委马文科 也闻声赶到了战场 副团长听说营长失踪了 指定副营长朱绍成代理营长 和他俩一同抵达的 还有一个架线班 一部两瓦电台 没多久 修复了通信以后 我军的配合更加顺畅 打到早上六点 六连攻占了二号高地 五连攻占了三号高地 四连攻占了一号高地 天逐渐放量 比我形成了对峙状态 团组织部长曹继承亲自带队 在基战的战场上 抢救后运 伤员和劣势 由于战事太紧张 大家忽略了 越军用三个炮团进行了轰炸 我军很多伤员 承受了二次伤害 大家注意 此时的二营和后防之间 还被四号高地这条山腿 一分为二 当然了 你如果说他处于我军的包围胶中 其实也对 不过就当天早晨的态势来说 他们是我军后运伤员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尽管大家明白 受伤了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运回到后方 但无人退缩 以勇猛的姿态 对1200主阵地发起了冲击 半个小时的时间攻干主风 就在我们准备打扫战场 肃清残敌的时候 突然 好多个更为隐蔽的火力点 对我军进行扫射 此时 前往后方送信的侦察参谋 终于在三号桥找到了团指挥所 他上报情况以后 团长立即命令 一营二连和三营八连前去支援 并把情况上报失步 康虎镇市长得知后 立即命令失属炮群向前跟进 由于态势紧急 需要快速抵达位置 所以炮兵没有带足够的炮弹 以至于抵达后 进行了几轮火力覆盖后 便没有了弹药 炮兵连长和制造员 干脆带人冲上高地 跟阅军拼起了刺刀 最后全连仅剩三十余人 还能战斗 炮兵武班长王熙新 打到最后 身边已经没有了战友 但他毫不畏惧 抡着手榴弹四处找敌人 先后炸毁两个藏的 非常隐蔽的火力点 消灭了大量敌人 战后容力二等功 哦对了 王熙新将军 后来先后任职 十三军军长 三十八军军长 他还是现任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还没完 在旁边山头上 团副政委站在 高射机枪旁边 亲自指挥 打击敌人火力点 警卫员寸步不离 多次掩护副政委 和战友卧道 躲开了敌人致命火力 这位警卫员 便是徐勇将军 后来也升任了 十三军军长 同时他还是汶川地震 徒步进入镇中 首位挺进镇中 应秀镇的 共和国将军 回到战场上 前来支援的 三营八连抵达战场后 对四号阵地 发起进攻 一个小时攻克阵地 而后1490下令 所有人暂且撤离 为啥呢 因为师属重炮群到了 我军以猛烈的炮火 对山头进行了 十分钟的炮火集齐后 各部再次杀回战场 446团二营 被伏击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 五十军上下 副军长刘光彤 越过师指挥部 和团指挥部 带着1490师师长 直接来到了四号桥 战士们听说 副军长师长 都来参加战斗了 如同有了属性加成一样 很快 各部便肃清了全部残敌 四号桥反伏击战斗 共持续了 9个小时35分钟 46团二营 从被埋伏的不利局面 扭转乾坤 逆风翻牌 以牺牲76人 负伤120人的代价 必敌153人 摧毁火力点49个 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光子弹就缴获了 16400发 四号桥反伏击战斗 入选多个军校的学习材料 攻克四号桥以后 部队继续向沙巴挺进 而447团也受到了新的阻力 1979年3月2号 对越自卫反击战 武士军1490 446团攻克了四号桥以后 继续向沙巴挺进 而此时 负责兜敌人屁股的47团 由于帝势一手难攻 47团用了一整天时间 才推进了500余米 部队曾试着从山地迂回 袭击侧翼 可由于山高临命 行动不变 最终被越军用火炮打了回来 如果2号晚上还不能成功的话 这意味着 一旦1490从正面进攻沙巴 那原计划的殲灭战 就会变为和越军捉迷藏的游戏 447团抱着宁可战死 绝不失败的态度 决定在凌晨发起偷袭 如果偷袭不成 就转为强攻 简而言之 447团如果最后就还有一个人活着 那他也得是站在亚口上活着 来到既定时间以后 一营开始了秘密行动 尖刀二连接近压口时被敌人发现了 敌人依靠地形的优势 居高临下猛烈射击 同时发射了大量的炮弹燃烧弹 火光塞满了整个哀口 摸到山口的二连 在越军猛烈的火力下 箭制被打乱了 各部无法联络 指战员们又亮出了最高属性 主观能动性 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 各自竟然通过自己的判断 不约而同的向高地上的越军发起了冲锋 尽管越军先发指人 尽管越军地势绝对有力 但我们竟然争取到了一片阵地 和敌人形成了僵持状态 不过区域还是太窄 四死七团无法展开兵力 对越军不能形成兵力上的优势 在前沿指挥的副政委的脸 被一发子弹打穿了 血流不止 团长看着战士们不断的伤亡 他甩掉上衣大骂一声 老子今天要是拿不下你黄连山 我他妈就不活了 而后做出了战术调整 一连从东侧加入战斗 造势吸引敌人注意力 趁此机会 二连一排三排 在指导员严真道的代理下 冲出山口 对敌人核心发起进攻 使用这套战术后 二连真的杀出了山口 但敌人严密的封锁 和人数众多的反复下 二连伤亡也非常大 严真道带领战士 抢占了一个小高地 与敌人对峙 然而 赶到亚口防线摇摇欲坠的越军 对我们发起不顾一切的反复冲击 战斗中 一排长余胜利 三排长龙正文相继牺牲 指导员严真道 双腿复伤 无法动弹 但他毫不畏惧 坐在地上 端着步枪 战斗到最后一刻 最终头部中弹 壮烈牺牲 三排七班 最后只剩下一个新兵 他大哭着 他怒骂着 他死死地扣动着扳机 将一串串复仇的子弹 射向敌军 也正是二连勇猛的作战 用生命守卫的阵地 成为了四四七团 至关重要的进攻码头 我军越来越多的指战员 翻出山口 杀入敌营 早上七点三十分 战斗还在继续 一营把预备队三连 投入战场 我军的战线 再次向前推进多个山头以后 终于发现了 越军的排击炮阵地 三连一排 一个冲击波 杀穿了敌人炮兵阵地 将这里的敌人全部打死 至早上十一点 四四七团完全占领了压口 切断了公路 此战 四四七团二连 参战135人 伤亡106人 四四七团一营 共计牺牲92人 负伤205人 必敌275人 俘虏一人 此战也是对越反击战 单日伤亡最高的一次战斗 然而 他们的付出 换来了战略上的巨大胜利 因为此时 149师已经一路攻克了 5号 6号 7号桥 以及1796高地 归缩在沙巴的越316师 只有师长阮海平大校 带着师部和部分炮兵 逃出了我军范围 其余人全部被堵在了包围圈内 3月3号 149师主力 外加95团 对沙巴发起了强攻 仅半天时间 四四五团一营三营 便带着坦克营 冲进了沙巴县城 此时残敌开始全力逃跑 我四四七团 阻击阵地又一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四四五团攻克县城以后 把他交给了后续部队负责清扫 他们立即向着四四七团方向支援过去 到当天下午 除少数敌人钻山跑路外 绝大部分被我军歼灭 至此 多日的苦战终于结束了 浑身是伤的战士们 打扫完战场 在越军废弃的营房内 找到了一些鸡蛋和面条 他们终于吃上了一顿热饭 可面条刚下锅 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越南游击队 又扛着炮 对我军进行轰炸 更恶心的是 他们把我军一辆救护车给打着火了 这附近停着好几辆弹药车 油罐车 一旦越军以这里为参照物 再来一发 那附近的几个连队 都会被火海吞噬掉 在厄运降临的前一刻 通信连吹噬班战士杨建章 飞速跳上几辆车 踩足油门 驶向了远离我军的方向 越军看到后认为 车上一定有忙于逃命的 重要人物或者物资 所以转移了目标 追着卡车发射炮弹 没多久 那辆卡车被击中了 在浓浓大火中 他依旧在公路上全速奔驰 如同他在朝鲜的前辈一样 在死亡中 蹚出一条生路 当冲出400多米时 一发炮弹 再次直接命中卡车 将卡车打成一个 熊熊燃烧的火球 当战友们找到卡车时 只发现了焦黑的车辆 战后 中央军委授予 勇于现身的 共产主义战士称号 不知道你看过 吹噬班的故事没有 里边有个年轻的战士 叫小毛 他的梦想就是入伍开启车 杨建章 有着和他非常相似的经历 入伍前 有一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老兵 在他心中种下了 喜爱汽车的种子 后来他和小毛一样 就想着入伍开启车 可偏偏 他也阴差阳错的 被分到了吹噬班 在战争来临的时刻 他用自己的梦想和生命 挽救了无数个青年的生命 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迎接他迈入英雄行列的 会是天使 还是那些牺牲在 无数条运输线上的 汽车兵战士的英灵们 我军再次转入搜监状态 直到3月5号 肃清了沙巴地区的 所有越军 从2月27号到3月5号 沙巴战斗落下帷幕 这是一场中越之间 两张王牌时之间的 单挑对决 1490一周内逼敌 1736人 击伤506人 俘虏42人 重创越316师 1490及配属过来的部队 共计牺牲429人 负伤906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1490的前身 是参加过 对应自卫反击战的 藏字419部队 在对越反击战中 他们还有一批 特别的英雄 1490通信营 电话连 总机班 9名女战士 与男兵一起 在前线冒着炮火 穿越弹雨 驾设线路 由于水土不服 多人发烧闹力几 但他们没有叫苦 没有退缩 在十余天的时间里 共转接 14666次电话 无一查错 战后 荣立集体一等攻 昆明军区授予其 英雄总机班称号 全国复联兽 38红旗集体称号 随着对越反击战 第二阶段 全线大胜 下一期 火烧越南 我们中国曾经干过一件 爽文大结局 才会出现的事 曾经有个小老弟 总被别人欺负 后来我们砸锅卖铁 帮他打跑了侵略者 但这玩意儿 反咬一口 跟我们翻脸 反过来侵略我们的领地 然后我们一生气 直接把他打得倒退几十年 时至今日 依然没能完全追上 发展的脚步 而打的那个小老弟 就是白眼狼界的狼王 越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件爽文的大结局 早在越南 被法国摁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帮助北越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后来不但帮他们打跑了法国 甚至他们独立建国用的武器 装备 基建 民生 都来自于中国 再直白点 他们建国这件事 我们是从种子轮开始投的 后边的天使轮 A轮 B轮 我们全程参与了 而且是只有我们参与了 他们拿到启动资金 完成了建国上市 在C轮融资的时候 以为报上了苏联那个好大哥 他反手就对我们上演了翻脸不认人 不但没有知恩图报 还用自己的行动上演了教科书籍的恩将仇报 非法侵入我国领海 岛屿 以及广西 云南多地 然后1979年2月开始 展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们仅用了28天时间 便占领了越南三个省会 21个城镇 深入越南纵深百余公里 将越南的北大门彻底打开 吓得他们直接把全国最最最最最牛逼的越尔军 集结到了首都河内 俨然一场首都保卫战即将上演 就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 我们中国下令 撤军 有人说为啥撤军呢 推平了他拿过来不好吗 哥们你美剧看多了吧 咱暂且不说1979年的大国关系 也不说真占了他后边怎么防这件事 别忘了 在开达以前 我们就下了定义 对越自卫反击战 重点是自卫 我们不向某个国家 打着自卫的名义搞侵略 搞扩张主义 但是 对爽都要来了啊 但是我们得拿走曾经赞助给他们的东西 于是一场遍地开花的景象上演了 什么花 炮弹的烟花 我军在回撤的路上 只要看到能运走的军事物资 经济物资 全部搬回国内 运不走的 就地摧毁 比如老街市的东南边 不远处 有个地方叫甘堂市 这里是越南最重要的矿坎基地 那你矿这玩意儿 肯定一石半火人都不走 于是 或许是出于保护地球资源的角度吧 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 帮他们把矿山 矿洞 连同整座城市 以为了平地 那一年 是1979年 那一年 富的流油 是个独立的市 后来 哪怕时至今日 甘堂也只能隶属于老街市管下 再也没能恢复 昔日的辉煌 如果再算上 亮山和高屏方向的话 越南设置在这里的320个公社 被我们完全摧毁了 320个 嗯 一个也不剩 904所学校中的735所 430所医院中的428所 42个林场中的41个 还有81个厂矿 8万公顷农作物 40万头牲畜 不是全民皆兵吗 不是背后下半子吗 不是前一秒是老百姓 后一秒就冲着我们开枪吗 据越南统计 这短短的28天时间以后 越北350万人中 有一半失去了生活 生产保障 我们一边炸毁基建的同时 一边搜缴物资 54军一名战士回遇到 1979年他参战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物资 还是相对匮乏的年代 那时的年轻人 就算结婚生子 都难得买块手表 货一辆自行车 甚至坐月子的时候 也就只有一包红糖 然而那一年 他在越南却看到了 很多上海手表 一排排崭新的凤凰 永久自行车 越南的小卖部里 竟然摆着当年 王府井大楼里 才有的奢侈品 而那些商品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兜印着 中国制造 据他说 他小时候还挨过饿 但越南的粮仓里 高耸堆满了 中国捐赠的粮食 这位老兵的回忆 也仅仅是个缩影罢了 浓缩了中国 曾经对越南的 竭尽全力的关照 也浓缩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士 中国的咬牙切齿 28天的时间里 国军牺牲 7814人 失踪955人 伤员23586人 合计战斗检员 32355人 被俘240人 据越南军合院记载 这一战 他们伤亡远超3万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 公布的数据推算的话 如果算上负伤和被俘 越南战斗伤亡 应该在5万人左右 随着我军全线回撤 在云南方向 为了掩护 深入敌人纵身的部队 安全回国 昆明军区 主动向越南河江省 发起攻击 牵制这里的越军 使其不敢 赌击我军回撤部队 在摧毁了越军 1555边防战 吉利奇战长 罗文泰中尉后 占领了1379高地 3月12号 我军撤出1379高地 但是1379高地的故事 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这片土地 将会被赋予 另一个震惊世界的名字 在越南 它叫魏川前线 在中国 它叫老山 两山轮战即将开始 1979年 对越自卫反击战后 越南的军事 经济 政治上 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作为它当时的好大哥 世界排行榜的冠亚军 苏联 肯定不会让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 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 便援助了越南30亿美元 越南一边补充装备 一边开始大规模扩军 短短数个月 越南便组建了 多支正规的 机械化苏写石 单从编制和装备上来看 越军比我们教训它以前 还变强了 越南它自己也这么认为 从1980年1月开始 又开始非法侵入 我国国境内 老山 法卡山 罗家平大山 者阴山等多处领土 此外 苏联海军进驻金兰湾 直接威胁我国南海安全 我中央军委决定 绝不能让苏联 对我们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所以我们得变被动 为主动 变防御 为出击 表面上是打越南 实则是打苏联的援助 这个脚屎盆里越陷越深 1980年10月15号 上午11点13分 随着我军向罗家平大山 进行火力集袭 这意味着 一场持续多年的练兵消耗战 在中越边境打响了 不吹不黑 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前 由于我军太长时间 没有打过大规模战争 再加之一些小的插曲 所以战力的确有所下降 但经历了对越的洗礼以后 各种看家绝活 又重新成为了 每位战士的基本操作 比如说 负责主攻的 云南边防12团11连的战士们 他们利用我军炮火击袭 敌人躲在掩体内的时机 跟随炮火炸点 同步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当山邀了越军 看到我军 把他们的前沿阵地撕开以后 非常明智地跑到了山顶 企图以密集的火力 和足够的人数 固守住风 我11连随机变通 一排从正面横向展开 牵制敌人的注意力 二排迂回敌后 战斗中 二排四班赵明德带领的战斗组 率先绕到了山背 面对近乎笔直向上的悬崖 大家正犯愁怎么上去的时候 赵明德一手拽过树藤 直接向上爬 没人知道 这树藤能不能爬到山顶 更不知道会不会爬到一半 他就给断了 但大家为了胜利 各自找了一根树藤 跟了上去 天佑赵明德 他们如同神兵一般 出现了山顶上 冲着越军后背 就是一顿突突突 这下越军乱套了 我正面队伍趁势冲了上来 喷火般的火焰 把越军的地堡 都烧成了焦黑的废墟 数不清的烤猴子 被拽了出来 到下午2点23分 罗家平大山 被我军完全收复 然而 继吃不计打的越军 并没有因此收敛 依然非法越境 占领多座山峰 我中央军委下令 扩大轮战规模 广西云南双向同步出击 再打白亚郎 法卡山是广西方向上 中越的一座戒山 原则上 主封中越各占一半 可越南非法侵占了 整座大山 并居高临下的多次 朝我国境内开枪开炮 致使附近的我国农民 不敢下地劳作 小孩不敢上学 寇林山 是云南方向上 中越的一座戒山 同样 越南也非法越境 侵占了整座山峰 这两座山 是越南苦心经营 多年的非法据点 防御攻势完备 守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也正因此 我军决定 就收复这里 掏了敌人的心窝 帮他们认清自己 几斤几两 1981年5月5号 我军炮群对法卡山 进行非常猛烈的击袭 而后步兵冲了上去 55分钟 法卡山战斗结束 说点不该说的 这种一路平推的战斗 你们听着没意思 我讲的也没意思 很枯燥 流水仗 很难体现我军的厉害之处 所以我们重点讲 寇林山 越南在三个制高点上 都建立了非常牢固的 且密不透风的防御网 如果正面攻击 那宽大的战线 我军必将损失较大 所以我军决定 上演敌前大潜伏 第一步派出多支穿插部队 利用夜色的掩护 提前穿插到敌人后方 埋伏起来 第二步大炮轰他压的 第三步分割战场 围歼三个主缝 各个击破 5月6号晚上 十四军126团 123468连 分头行动 向着敌后而去 越军不知道 这么多人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 穿越国境线 成功绕到他们后方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过来了 而且有的部队 还提前抵达了既定位置 根据战报来看 我们纪律严明 无人暴露是肯定的 越军那边也很配合 因为根据越军的记载 他们很多港少 是在睡梦中 被中国军人干叫的 当我们穿插部队 抵达既定位置以后 7号早上6点半 42尸属炮群 开始了轰炸 敌人被炸的屁股尿流 呼叫支援的时候 发现一切为时已晚 我军发起了和为总攻 原本可以互相照应的三个山头 现在被完全分割 尼菩萨过江了 至下午3点 我们肃清了全部残敌 寇林山战斗也结束了 越军经过这次实力后 痛病死痛 解铃还得记铃人 必须派出一名 知己知彼的猛将 来对抗中国军队 于是 接受过中国系统化 正规化培养的黄丹 被送到了前线 10天后 黄丹决定和他的师傅过过招 他调集了多支炮群 冲着法卡山 倾泻了4000余发炮弹 这次炮击中 我军的攻势被炸毁了一大部分 没给我们修缮的时间 越52团冲了上来 守在前沿的广西军区 边防九团五连 面对数十倍余击的敌人 没人退后一步 更糟糕的是 我五连的通信设备 全部被打坏了 无法上报情况 战斗中 九班长段玉生身负重伤 眼看敌人就要占领他的战壕 他拉响了光荣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九班的阵地极其悲壮 全班仅有负伤昏迷 滚下山坡的元幻高战士 一人幸存 其他人全部成为了祖国的戒备 主峰之上也出现了敌人 五连长邱台安在三次扑杀后 仍然操作几枪阻击敌人 后方的六连 听到五连方向枪声激烈 却没办法取得联系 根据经验 他已经判断出了 这里大概的情况 所以立即带人支援过去 并向后方申请炮火支援 没多久 我军的炮弹飞了过来 敌人箭撞立马跳进战壕内 这一跳战壕可不得了 叮叮当当算是炸开锅了 原来我军为了预防有一天失守 所以把地雷全都埋在了战壕内 这下越军被搞麻了 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 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 他们只得寻找 已经被地雷炸死的队友 然后踩上去藏起来 就在他们原地打转的时间内 我六连一排端着五六 一顿劈头盖脸的掃射 收复了主峰阵地 而后利用步炮协同 杀向了越军后方 当冲到最前沿的阵地时 六连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只见两具尸体死死地掐在一起 我军烈士的嘴里 还叼着敌人的半只耳朵 他是尹风光牌杖 原来越军进攻这里时 守在这里的五连七班 打光所有弹药后 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最终七班十几名战士 全部牺牲 带队的尹风光牌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死死地掐住了一个越军的脖子 咬下来敌人半只耳朵 最终敌人打死了他 可哪怕牺牲了 他都没有放开那名越军 这一天的法卡山悲壮至极 好在最终六连击溃了越军 收复了法卡山全部阵地 边防九团五连牺牲29人 六连牺牲26人 打扫战场发现了越军257具尸体 黄丹不甘心就这么败下阵去 接下来的几天中 又发动了多次反扑 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最终六月底 他喊停了进攻法卡山 并感叹 生死石运树 一旦走到终点 就算在攻势中 炮弹也能找到你 最后特别说一下 此战中的五连长 一等功臣邱台安 身上残留了24枚弹片 从2011年开始 他拖着并不方便的身子 辗转数万公里 四处寻找战友的亲属 时至今日 他已经找到并帮助19位烈士 赡养老人 轮战期间 下一次大规模战斗 发生在1984年4月28号 决战老山 老山是我国云南方向 和越南的一处介山 主峰1422.2米 向北可居高临下 砍至我国境内 2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向东 恶守船头关口 向南 同样可以制衡越南纵身 向西 则与上旗讲到的寇林山 遥相护应 谁能控制老山 谁就掌握了 方圆数十公里的主动权 而且此山 全都是鱼己形山梁 作为进攻方的话 极难展开兵力 毫无疑问 这里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对约反击战后 越南趁我军 全部撤回境内 休整之机 他们又陆陆续续非法侵占了多座山峰 其中就包括老山 以及周边的巴里河东山 1984年 我第十四军 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前来收复老山地区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地方一手难攻 那怎么收复呢 十四军调集了各类火炮257门 瞄准了越南在这里的418个目标 先炸他娘的 从4月2号开始 连续轰炸了20天 打出去15499发炮弹 干掉越军910多个 但要酷10个 清理干净了三个雷场 火力点 隐蔽部 观察哨 营房 更是不计其数 20天的轰炸结束后 我十四军重兵压境 全部集结到了老山地区 由于越军修住了太多的猫耳洞 坑道等攻势 所以尽管我们炸了20天 但老山上的据点还是非常的密集 很多阵地 就两三个人 三五平方米 据点和据点之间 有的仅间隔十来米 我军决定 多路穿插 各个击破 28号早上5点56分 我炮群再次对敌人 进行了34分钟的护理覆盖 在炮火准备的时间内 突击队藏在我军的弹幕下 隐蔽排雷 这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我们中国军队玩地雷 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我们玩地雷的技巧和技术 之前轻囊销售给了越南 所以在老山排雷时 防不胜防 我们遭遇了多种雷场 突击班伤亡比较大 但大家还是坚决地完成了任务 6点30分 随着炮火的停止 我军全线出击 沙盘就不细作了 整座山上能走人的地方 就有我军穿插的部队 有敌人据点的地方 就有我军进攻的部队 战斗还是挺惨烈的 越军据点过于密集 我军有几支队伍误判阵地编号 这样就导致 有部分越军无所事事 他们可以阻击我军队伍 负责主攻的连队 连级干部基本不是牺牲 就是重伤了 这一天诞生了太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 比如118团三营九连四班长史光柱 在排长复杀后 主动代理指挥 面对一个连的敌人 和越军火炮的封锁 他亲自率领突击牌 杀入老山主峰边上的阵地 在胳膊被炸断 右眼球脱落的情况下 仍然带领队伍坚持战斗 二营五连在副连长张大全的带领下 一度冲上了主峰 老山主峰上有两个小山包 中间是一条百余米长的洼地 当张大全的队伍占领南侧阵地 向北进攻时 先头的突击班刚进入洼地 就遭到越军暗火力的埋伏 瞬间牺牲七个人 与此同时 南侧山头藏在坑道里的越军 也杀了出来 突击牌腹背受敌 逐渐地全被压缩到了洼地中 情景与世界上 这是最悲壮的景象 也是最美丽的景象 张大全突击部 除张志平一人幸存外 全部殉国 主峰剑不是口号 是目标 他们完成了 战后张大全追手一级战斗英雄 关于这张照片 有人说是我们后来不拍的 但我认为这一切不重要 这个情景该被记住 该载入实测 实拍当然震撼 但战场岂是儿戏 当时没能拍下来 我们却用心的复刻了那一景象 能够让它承载的意义和价值 传承下来 不是更好吗 回到战场上 老山作战的同时 我十四军119团收复了松毛岭 122团收复了巴里河东山 十一军收复了者阴山 老山和者阴山 就是两山轮战中所谓的两山 这两座山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将不停地上演拉锯战 对于越军来说是争夺是侵略 而对我军来说是练兵是自卫 接下来且看 越军第一次大反扑 也是号称十年轮战中最惨烈的一天 我十四军收复了老山以后 越军果然死不甘心 他们要和解放军一决雌雄 于是把有着决战决胜之称的 越312师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手栽培出来的越316师 一起派到了前线 保险起见 还把越198特工团 以及越356师加强了过来 他们也将学着我军的方法 想搞一次以重兵埋伏于阵前 在7月12号 利用阵前大潜伏的模式 以绝对的兵力和火力 栖息我军 重新占领老山 非常不巧 越军的这一计划 已经被我们侦查到了 并在俘虏口中得到了确认 所以119团团长 秘密谋划了一场炮战 他调集了16个炮兵营 准备了1261吨弹药 1984年7月12号凌晨3点 一声令下 我军数百门火炮 一起向着越军可能藏身的地方 无差别覆盖 炸了一顿以后 发现没啥动静 这时我们甚至有点怀疑 是不是情报出错了 可119团团长认为 不可能有错 就算不相信俘虏 也要相信我们自己的侦查兵 再炸 又想了一阵以后 还是没动静 这时119团决定先停一停 剩余弹药静观其变 要说这回的越军 不愧为老兵 骨气都够硬 在刚才两轮覆盖中 多人丧命受伤 但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动静 早上5点 越军的进攻开始了 越174团和198特攻团 从东南两个方向 夹击松毛岭 我军守在最前沿阵地上的队伍 用手榴弹把敌人 炸了个乱七八糟以后 越军意识到 骑袭是不可能了 这辈子不可能骑袭中国军队了 于是5点半 开始摇人 他们兵分八路进行强攻 眼看敌人越来越多 死守一定守不住 于是我119团七连二排 主动放弃了150和169两个阵地 全部退守149号核心阵地 就在越军还在不停地 向战场补兵的时候 119团团长下令 是时候用炮了 炸点向敌人方向 延伸一段 让他们的后续援军 想进入战场 就得先被炸一遍 这些已经进来的 就别想走了 越南死不悔盖 仍然强攻我们 双方都亮出了底牌 守在142号高地上的是 我军119团八连三排的 15名战士 他们面对一个影的猛烈进攻 代理连长李海鑫 带领大家沉着接敌 后来有20多个敌人 从东北边摸了上来 李海鑫发现后 立即派杨国月带五名战士 把敌人压下去 后来又有几个敌人 从南边攻到了近点 李海鑫亲自带领四个人 打了一组反冲锋 当场干掉敌人八个 而后他引爆了一颗定向地雷 直接把后边的越军 炸死一大片 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一发子弹穿过了左胸 鲜血直接喷涌出来 这时一名战友过来救他 他直接拒绝了 说别管我守阵地 他拖着身子 爬向了另一个地雷按钮 在连续引爆三颗地雷后 杨国月顺着血迹 找到了他 要带他下去止血 李海鑫说 别管我 我怕是不行了 阵地交给你们了 转告全排 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阵地 绝不能给祖国丢脸 说吧 这下手表 让杨国月转交给组织 就当是最后一次交档费 战场上 可不会给人煽情的时间 此时已经有阅军冲了过来 他最后一次下命令 要求杨国月迅速前去阻敌 而他被阅军发现后 一个炸药包扔到了身边 十年22岁的李海鑫 壮烈牺牲 阅军想不明白 他们一个营 为什么被这15个人的小阵地 挡得死死的 因为李海鑫不是个例 还有两名战士 在子弹打光以后 直接冲向敌人堆中 拉响了光荣弹 他们15个人 足足争取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直等到了我们的援军赶到 战后 这个小山包命名为 李海新高地 15个人全部激攻 三人受战斗英雄称号 到早上6点半 敌人的后续部队 依然被我军的火炮压制得非常赞 月军已经逐渐放弃了进攻苏毛岭 也就是说 短短一个小时 月军精心准备的复仇大战 基本被我军打得没了脾气 这其中的功劳 除了战士们的英勇无畏 另外就要当属 119团团长提前存好的弹药了 他利用16个炮兵营 数百门火炮 把原本打算消耗几天的 1261吨弹药 在两个小时内 直接全部扔在了 月军脑袋瓜子上 敌人又试着进攻了 巴里河东山 以及1072高地方向 但最后都被我军打了回去 到傍晚 越南越来越难 5点20分 我军全线反击 把白天丢到的几个前沿小高地 重新拿了回来 此战 14军牺牲62人 负伤200余人 打死打伤 月军3000多个 这一战是越南有史以来 单日最高的伤亡记录之一 时至今日 712大战松毛岭 依然被越南认为 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之一 关于轮战 其他战士就不逐一展开戏聊了 在老山和者阴山两座山上 反复上演着高地战 炮战 我军轮番的部队和时间如下表 并有来自多个部队的 15支侦察大队参加轮战 对越反击战中 共有3万多名烈士 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 为我国换来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与19年前的先辈们一样 他们也不是钢铁之躯 也并不是上天入地的超人 他们也是父母 也是子女 他们中有很多人 自出生以来 就没有经历过战争 战火和英雄 对他们而言 或许只是成长中的故事 但那些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们 最后却也成为了 故事中的英雄 一位亲临前线的记者 给予了他们一个评价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